我第一天上班 老板就让我去开挖机 还被托参加节目并且全程直播 由于我没开过挖机 第一天上手 就挖断了风气光了 顿时火花四尺 闹出一缕青烟 哥 你挖到啥了 一二三四五 你这一产子干断五根电缆 玩犊子了 这得赔多少钱 赔钱 拿什么赔 打个电话给老板压压惊仙 喂 什么事 嗨嗨 老板 那个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 出什么事了 就是 就是 我把电缆给挖断了 好 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打电话叫电工去修 没啥事我就先挂了 老板 你 你要过来看看吗 看什么看 我一天天忙得要死 哪有时间管你这小事 饭来喽 先吃饭休息一会吧 那个 张师傅 饭还是等会吃吧 你先过来看一眼 张师傅疑惑地走了过来 一眼就看到大坑里的电缆 眼皮子下面的肉 忍不住抽了抽 小伙子 认菜啊 活着菜刚离开不到一小时 你就比我赶出这么大个漏子 扭网 主播这技术铁定是在南乡技校学的 会是会了 就是有点非老板 这也不能怪你 之前拱底也没人说这里有点了 先吃饭吧 很快 维修人员就过来了 仔细看了看 早不挖挖不挖 非要大中午的挖断 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到你啊 小伙子 这不是断了一根 是断了两根呀 确实 摄影师也过来看了一眼 这怎么还有个柱子 上面还写着字 我看看 活房光栏 严禁阔坏 哥 要不咱跑路吧 这节目不路了 哈哈 初挖不识懒 终于在挖乙式域中人 域外挖鸡金游在 不见当年挖懒人 张师傅 你快过来看看 应该没事吧 没事没事 对了 你是那位 我好想不识认识你吧 还有这挖卷即使你的 跟我没关系啊 摄影师眼机手快 赶紧过去拉着不让我 张师傅别啊 你跑了我梁咋办呢 撒开 你给我撒开 再不撒开 我要腰了 大屋 哥 他跑了 要不咱两也跑吧 别慌 我再给老板打个电话问问 喂 怎么又有什么事啊 老板 我好像又挖坏电缆了 多大点事 挖断了让电工师傅 修一下就是了 这次挖到的 应该是国防电缆 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 你刚才上一句说的什么 我说这次挖到的 老板 停 从现在起 我不是你老板 你才是老板 你全家都是老板 哈哈 老板连夜 扛飞机跑路 刚刚不小心 挖断了梗电了 还好三大运营方 都说不是他们 我就放心了 你们知道 这光纜带来的损失 是一秒计算的吗 一秒钟五百块呢 这算啥 欧空局有个哥们 把螺丝拧紧了 直接把带发射的卫星 摔地上了 员工问老板 你猜我挖到啥了 老板回答员工 你猜我到哪裹了 报告团长 确定光纜损坏物根 其他光纜都有 不同程度的损坏 建议立即派遣 维修部门前来维修 赶快维修 领导 光纜不是我挖断的 团长没有大力 团长 真不是我挖断的 我能证明 而且就算你今天修好了 要不了多久 它还会再断的 你说说为什么会再断 团长 你听我说 光纜确实是我挖出来的 但真不会是我挖断的 别跟我打马虎眼 直接说 领导 我是开挖掘机的 如果真是挖掘机挖断的 断口处 应该是一扎棋 很平整的 但是你仔细看 这几根断裂的街头 根本都不是断在同一个位置 此好像确实不是整齐的 修丽 你过来看一下 报告团长 确实不是整齐的断口 应该不是挖掘机挖断的 那到底是什么弄断的 领导 你仔细看这些橡胶管子 是不是都有点腐蚀 没错 之前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其他的都有点损坏 按理说 这些橡胶管都是防水的 二十年内应该不会被腐蚀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这下面有一个白蚁洞穴 你怎么知道的 之前我挖的时候 就看见几只白蚁 不过它们可能受到惊吓夺了起来 而且白蚁会分泌出极强的乙酸 常年腐蚀之下 所以才会出现橡胶管道受损的情况 就算有乙酸 也不至于把光蓝给腐蚀断吧 乙酸不会腐蚀断光蓝 但是它的啃咬习惯会损坏光蓝 难怪最近总感觉信号有时候比较弱 维修部还有多久能到 报告团长 刚才已经通过电话马上就到 报告团长 维修部队已经就位 是否现在进行抢修 小伙子 你之前说就算修好 还会再断 是不是因为这些白蚁 是的 领导 照你的意思 修之前还必须得把白蚁窝给挖掉 对 必须挖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我肯定不想 不然没那么容易咬断光蓝 正好你是开八却机的 帮我把这下面的蚁穴给挖掉 当然也不让你白忙活 无百姓库费 你看行不行 白蚁把光蓝挖断了 咋办 没事 就算真不小心挖坏了也不怪你 行了吧 挖的 我立马开一栋挖机继续挖 随时老板赶过 大爷的 你还这么挖 你是嫌老婆活得不够长吗 快点下来 走 求你了 别挖了 老板 你放心 经过现场勘查 已经被正式为白蚁咬断的 我继续挖的 把白蚁窝挖的 还发现了另一个小洞 报告团长 发现一个小洞 里面好像有东西 快去 拿弓冰铲把洞挖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报告 洞里有两只穿山甲 一只小的 还有一只大的 大的可能死了 知道了 先放在这里 给野生动物救援中心打个电话 通知他们来接走 这下面有穿山甲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穿山甲咬坏的 领导 穿山甲对橡胶不感兴趣 穿山甲的主食就是白蚁 原来如此 你继续挖 把白蚁彻底挖干净了 十分钟后 我就把白蚁彻底挖干净 报告团长 官来已经修复完地 你们先回去吧 小伙子 我代表部队对你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你的帮忙 部队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修 说完伸出右手 从旁边警卫员手中接过把钞票 这500 是之前答应你的劳务费 至于这3000 是给你的感谢费 谢谢领导 感谢领导 小伙子 你很有胆识 脑子转得也快 有没有兴趣来部队当兵 到时候做我的警卫员 那个领导不好意思啊 我自在惯了 团长笑了笑 人个幼稚 收睹 经历了这件大事 我们早早收了工回家了 第二天 我被一阵电话声吵醒 喂 老板 老板 我看你才是老板吧 几点了 起床上班了呗 哥 今天咱可得悠着点 千万别再挖到空懒了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今天肯定不挖过完 我二话不说就是开挖 不到十分钟 就挖到一个翼 摄像过去一看 居然是一双腿 大哥 你又挖到啥呢 完了好像是一双腿 不会是老师吧 一想到这个 摄影师忍不住吐了起来 吓死我了 赶紧打个电话报警先 我们分头行动 你先打个电话给叔叔 我打个给老板 喂 叔叔叔叔 我要报警 我挖到老师了 只剩半截 好的 您稍等 这边马上出警 请待在原地 不要破坏县城 喂 怎么才干活 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老板 你将鸭要在身边吗 什么 卧槽 你等等 我先找找药 别说 千万别说话 等我找到药 你再说 说吧 是不是又挖顿光碗了 嘿嘿 那哪能啊 没那么严重 那就好 那就好 刚才差点 给我吓得半死 到底什么事 而我好像挖到了半截老师 说吧 你是不是同行派过来坑我的 老子老子 大爷 你真是祖宗 我特么的服了 再这么下去 老子迟早要被你刺激死 老板 我劝你还是亲自过来瞅瞅吧 免得出什么岔子 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来 哥 你这运气 我真的是服了 咱不带这么下着的 你以为我想挖这个吗 很快 叔叔就过来了 是你们报警挖到的 老师就在那里面 只剩下一半了 给法医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检查 知道了 王队 嗯 小李 等下围急打电话 怎么了 王队 你们过来看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老师 说完 几个叔叔都好奇地 跳进坑里棺场 这哪是老师啊 这明明就是个玩具娃娃 哈哈 笑不活了 谁这么缺德 把玩具娃娃 买到土里 还刚好被娃了出来 得亏 是大白天挖出来的 这要是夜里挖出来 魂都能给他吓走 小伙子 没什么事 我们就回去了 感谢你报警 收队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们时间了 没事 这是我们的职责 没什么耽误不耽误的 不是命暗器 不是更好 你说呢 对对对 老哥慢走哈 不一会儿 老板气势汹汹地下车 走了过来 老师呢 在哪儿呢 我指了指坑里面 卧槽 还真是老师 你压的是扫把行转是吧 还不赶紧报警 叔叔来过了 刚走 什么意思 你再晃点我呢 哈哈哈哈 不过没事最好 接着干活 接着挖 我先回去了 我继续挖着 想把这个地基再挖大一 挖出一笔 谁知道 挖着挖着 发现厂子上有血迹 可以 你快看 是一条蟒蛇 六啊六啊 昨天挖穿山甲 今天挖蟒蛇 你明天是不是要挖鳄鱼 根据我的研究 挖到蟒蛇 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主播极有可能有血光之灾 起锅烧油 加入葱酱蒜 另外 半耍油 天炭 撒上资盐胡椒粉 隔壁家小孩都残土了 我没管 继续挖着 很快 蟒蛇的下半身也被挖了 可以 咱们还继续挖吗 蟒蛇估计会就死了 火肯定还得继续干 我又继续挖着 然而这点不下去 骨坑里竟然游出来无数条蛇 也没管 又继续挖着 忽然一股冲天的恶臭味瞬间飘了 乌哥什么东西 好臭 之前看到那么多是乱窜 该不会下面埋着什么食物吧 这味道好奇怪 只有小时候那种专门抛弃死猪 死动物的池塘才有这种味道 可以 好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 看不清 太臭了 要不你再挖挖 摄影师的脸色逐渐变了 他快要谈不做 卧槽 肉蜜 好像这次是一个真的老师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这位先生 请不要重复报警 警局已经安排人过去了 不是 刚才他们已经走了 是个乌龙 但是现在 真的挖到老师了 这回是真的 先生 请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们叔叔是很忙的 别 你就相信我吧 真的没骗你 我就算胆子再大 也不敢忽悠叔叔啊 行吧 我知道了 我会联系下出警的叔叔 确认是否属实 请你在原地保护好现场 老板 这次我挖到真的了 啥 你说啥 这回真是老师 我特忙 你能不能让我好好养养身体 你这么晚就不怕把我弄死了 谁来给你安排工作 不了 我马上过来 不一会 叔叔呢就过来了 小李赶紧给法医打电话 通知他们来检查 知道了 王队 小伙子 这个老师是你挖到的吗 能和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刚才我挖的时候 不小心把条蟒蛇给斩断了 出于好奇 我继续挖 结果土坑里 有数上百条各种各样的事 然后再挖 就出现老师了 我一直盯着老师看着 突然感觉自己居然拥有误性的知识 我赶紧探查他的属性 顾者 万平平 年龄 27岁 职业 技师 已故时间 十天 已故原因 后脑受机 警官 这种嘎在荒野的 应该不是土脏吧 有没有可能是被人暗算 现在不好下定论 一切得等法医检查之后再做调查 不过目前来看大概率是暗算 为什么呢 从布料来看 虽然布料已经破碎不堪 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是类似年轻姑娘穿的那种纱裙 前前已经废除土葬 谁会穿的这种衣服下葬 数数分析的有道理 小伙子 我很好奇 为什么别人都躲得远远的 你却不害怕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其实我也学过法医的 真的假的 你看起来也才20岁出头啊 我可以靠近看看老师播 正好验证下我自己学到的知识 既然你学过法医 自然可以过来看看 只不过千万别触碰老师 免得回头法医来了不好检查 好嘞 谢谢王队长 我装不作样的看了一会儿 看完了 王队长十分猛充的看着我 小伙子 这就看完了 嗯 不然呢 不是 你法医在哪学的 体育学校吗 真看完了 不信我给你仔细汇报一下 行 反正等着也是的 你说我听听 根据我的观察 雇者是一名女性 而且年龄应该不超过30岁 已雇的时间在10天左右 后脑受机 最后 她是铭记师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你就看我信不信 怕是只有地上人 才会信你的鬼话吧 所以你又都不打草稿的吗 两分钟就能做出检查报告 电影也不带你这么演的 管那么多干啥 欢喜就好 不得不说 她本正经的样子 我差点就信了 这才两分钟就看完了 你怎么知道雇者是女性呢 总不能因为一点不了 就能断定吧 我看王队长一点怀疑 我也只能胡编一下 嘿嘿嘿 我是根据身体结构差别确定的 不一会儿 法医就过来了 对老师进行了检查 固者骨盆底而宽阔 确认为女性 时间磨平 咬合面中央出现凹险 有一两个尺之地 探旦固者年龄25岁到30岁之间 厉害啊小伙子 果然这几项和你说的一样 近期平均温度31度 固者被埋雨滴滴 腐烂按1.4系数积攒 时间超过一个星期 初步估计十天左右 精仔细勘查 头部为盾气所上 这个固者是不是技师 精检查 概率很大 小兄弟 看不出来啊 虽然你只是一个开挖掘机的 没想到还这么博学 以后跟我一起怎么样 谢谢上师 我再考虑考虑吧 行吧 人个有志 说对 等等 你这次又挖到啥了 好像是块白色的石头 你先停一停 我下去看看 说完 摄像就跳进了坑里 这哪是石头 昏迷是一块古石头 这是有点吓人啊 大哥迷以前是不是干到木的 专门绝缘祖坟 本来还打算今年去学挖掘机 这下直接劝退了 这活只能中午干 早晚要出事 喂 王队长 又有新情况了了 喂 小刘吗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了 是的 王队长 我这边有挖到个枯石头 什么 还有诗人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好的 可以 这地方估计有鬼吧 咱们是不是撞鞋了 想什么 世上哪有鬼 老老是石头叔叔来吧 很快 叔叔们就过来了 大法 枯石头呢 我只能指前方 你土堆上的白色石头 这 你只挖到这一个吗 是的 没敢继续挖了 这样 你继续挖 小心一点 万一这只是一个模型呢 好 我知道了 我再次启动挖掘机 小心翼翼地从表面开始挖 然而这次没过多久 便再次感觉到 石头挡住了场 当泥土被掀开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了 大哥 快 停停停 别挖了 下面一大堆架子 吓死我了 小李 打电话给法医过来检查 其他人跟我一起拿工具清理泥土 天哪 这到底干了多少人 这工地不能干了 太邪门明天不来了 这难道是打仗时候遗留下来的 不可能 这么多年 家子早就变色变脆了 你们看这些骨头 颜色都很白 我估计搁得时间不长 就要这么说 这是一个惊天大案啊 就在这时 我脑袋剧痛 物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顾者柳如烟 年龄25 职业 技师 已顾时间 5个月08天 已顾原因 盾气受机 其他顾者情况类似 总共13位 王队 以我的工作经验猜测 这里面恐怕有十几具白骨吧 什么 真的吗 小李 快下去勘查 将全部物证取出来 正好 你不是懂法医吗 帮我验言 呃 我刚才看过了 什么结果 根据我的观察 他们的死亡时间都是近几个月发生的 其次 这些全都是女的 而且大于顿气机与后脑骨 并且他们都是济师 王队听到我的分析 脸色大变 简直不敢相信我就随便看了一眼 就把事故过程都说了出来 你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 那这件事就捅破天了 王队 你可以把这几个枯石头拿起来 看谈后脑骨就知道了 还真被你说准了 照你这么说 上午的案子和这些故事 都是同样的情况和死法 此时 陈局一个电话过来 喂 陈局长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出现这样的事 嘎了这么多人 你们就没接到家属 都是人口的报警吗 局长 真没有收到任何家属投案 我不管 现在网上已经传封了 这个案子 天不了解 谁也别想好好休息 顾一会 又过来了一位大领导 江书记您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 出了这么大的事 再不来我怕是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想干了 这个案子已经举国关注 如果处理不好 下场你比我清楚 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是是是 是我的疏忽 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书记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现场 陈局长脸色铁青地说道 你们也听到了 我被骂的时候比你们惨得多 马上发布公告 只要能提供有用线索 奖励一万 提供重要线索 要立五万 如果能帮助抓到真凶 直接奖励十万 一听到奖励十万 我立马就来了兴趣 这十万我是非正不可呀 王队 有眉目了吗 刚才让人调查了一下附近的监控 最近的地方也超过一公里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线索 难哪 王队 我刚才听你们聊天 一直都没人投案报警吗 是的 这也是我们到现在才发现的原因 那你有想过为什么不 天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嘿嘿 也不算什么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雇者如果都是技师 那就说得通了 为什么 我没听懂 你想啊 一般做技师的人会在自己本地做吗 应该不会 对嘛 他也要脸的 万一被熟人发现了 那多丢人 所以大多技师都是外地的 然后你再想想 那种服务场所走了一个技师 他们敢报警吗 小李 你想说什么快点跟老哥说吧 到时候少不你的好顾 嗨嗨 他们这些人有的都搞了好久 把筛查年龄控制在 22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 多少能找到点线索 王队长想了想 一开大头 对呀 你说的有道理 这么多人 肯定有报警的 可能找到点线索 还是你脑子转得快 我现在就让他们去查 可以 我看你一直在和王队长说话 别告诉我你想去破案 咋了 不行吗 不是 叔叔都搞不定的事 咱们凑什么热闹啊 你信不信哥能把这个案子破了 不信 你就看我怎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吧 王队 我知道这个案子的线索在哪 小伙子 你真的这么确定 确定 你只要换好变装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 就知道了 带上身份证 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街道 像 不是说好的来破案的吗 怎么带我来洗浴中心了 王队 咱们不是来玩的 咱们是来破案的 不要有心理负担 你想想那十几个雇者 都等着陈人昭学的那一天呢 要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老板们 需要什么服务 当然是按摩呀 我们这里有198的 也有588的 还有888的 看你老板喜欢哪个 我一听就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198就是正常按摩 至于后面两个 当然是质量的差距 当然不是198的 直接上888的 对了 我之前点的按摩师 不知道有声中的没 哦 老板还是有熟悉的小妹呀 你说说名字 我帮你问问 呃 好像叫不吃香菜 他在吗 请问您是 哦 这位是爱爱艰剑菜王哥 我是汽车美容小李 老板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在这干了好几年 没有你说的这个小妹啊 啊 那我想想啊 好像是柳如烟 对对应该是这个 老板 别晃你的我 咱只从来就没有叫柳如烟的小妹 呦 我连续问了两个都对不上 多少有点心虚 不好意思啊 认识的小妹太多了 有点分不清 我想起来了 应该叫唐盈盈 吃一下总该对了吧 谁知男子听到这个名字 脸色大变 王队立马就看到了 他神情的变化 盈盈感觉我不意问 这些名字肯定有我的道理 你说他呀 那你怕是要失望了 哦 怎么回事 那个小妹有点不厚的 当初是我手把手 把他带入门 结果几个月前 吊上了个凯子 一声不吭的就跑了 不是吧 我特地来找他的呢 谁啊 这么去都把他给拐跑了 想起来我就气啊 那个凯子好像姓芳 经常开着宝马 到我们这边来玩 哎我说 老板你这是打听消息呢 还是要玩 这么感觉你在耍我呢 你们两个到底 还要不要按摩 888的套餐 你们难道还不满意 依照自己多年的经验 这888应该是一个素材 我笑了笑 抛出200 我想点的小妹不在 没兴致了 算了不完了 这就当你的小费了 小哥接过钱 新下人开 下次我再带朋友过来吧 我起客 谢谢老板 那你休息 我先出去了 去吧去吧 小李 你是查到了什么吗 王哥 咱们赶紧回去查一查 刚才他说的那个 姓芳的男的 来到警局 我们就查看监控 只见画面里 男子带着唐茵茵 坐上老马一开 行动中心 两人来到一个 破旧的老小区下车 举止非常亲密 看起来就像是恋人一般 小李 现在该怎么做 王哥 正好现在天黑 你开车带我们去 这个小区探查一下 就我们三个去 免得打草惊蛇 好 那我们马上出发 我们三人按照 监控上的地址 开车来到一个 非常老的小区 王哥 别急 咱们先观察观察 我们一路找着 门上面爬满了蜘蛛网 门口空空如影 地面全是灰尘 一看就是很多年 没人住的房子 很明显这里 应该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这就很奇怪了 一般般住户 门口要么摆鞋子 要么放一些杂物 再不计也会放一条毯子 我们继续在房间搜寻 发现地上有一块 较大的泥土 王哥 你快来看 小李 你是说 这是空地上的泥土 很大可能是 如果照理这么说 这屋子里 极有可能是凶手住的 对 那还等什么 我直接叫人来搜寻 咱们现在还不确定呢 万一凶手没抓到 打草惊蛇 那就更难抓了 你说的没错 不太着急不安了 有点冲动 我黑黑一笑 别急 我有办法 可以 你别告诉我 你以前是做贼的 我说我以前是别人配做的 你们信吗 两人没有说话 就这么看着我 发现我简直就是个奇葩 那表情写满的不相信 终于露线了 这家伙以前绝对是个盗墓的 不然他这么会开挖掘机 挖光栏 挖实体 现在还会开座 我来到门口 打开了门 门都打开了 像什么呢 赶紧进去看看 不像有人住 但确实有人经常来 地板上的灰很少 不会是这屋子有鬼吧 想什么 一天到晚的 忽然 有个动静 不知道是不是老鼠发出来了 哥哥 好像真的有鬼 我听到女鬼的声音了 我怎么没听见 你们仔细听 好像在喊 救命 他不会是想找我们索命吧 难道之前那些女的 都是在这里嘎的 我们往声音的方向找去 哥 好像是大边传来的 我有点怕 就着这时 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 救命 这次二人听得清清楚楚 真的有女生 但不是索命 而是救命 就着这时 又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 救命 摄影师已经怕到不行 毕竟很多鬼片里 你鬼都是先喊救命 哥 我怎么感觉声音在床下面 听 我下面是空的 怎么可能 王哥 你看这里 这么深的划痕 看样子床经常移动 我们把床一看 发现了一个密道 小李 现在可以打电话 通知警队了吧 万一凶手就在里面 容易发生意外 王哥 凶手肯定不在 你忘了刚才下面 一直有人喊救命 如果凶手在 他敢喊吗 救命 谁来救救我 求求你们快救我出去吧 我们进入地道 发现了一位妙龄女子 你们是来救我的对吗 求求你们快救我出去 我好害怕 别害怕 我是叔叔 我是来救你的 这是我们身后 出现了一位难题 手上拿着棒槌 我们三个明显不是对手 快跑 可是往哪跑 整个密室就一个通道 被凶手堵在楼梯口 我说 门怎么被打开了 原来摸到我这里来了 怪只怪你们命不好 下辈子 别多管闲事 然而我就笑了 我就爱管闲事 咋地了 你咬我呀 呵呵 你觉得你很逗 很好玩是吗 笑吧 这是你这辈子 最后一次笑了 我为年笑的更开心 你就这么自信 不然呢 你以为我穿西装 就是我若书生了 像你这样的 我赤手空拳 就能打三个 哦 那我就一个 求你打死我吧 男子忽然眼神一变 轮起棒锤子砸过来大吼道 你以为拖时间 就有人救到了你吗 我不但没有被他砸 反而轻松地躲过这一击 做人可以天真 但不能无知 刚说完话 就像幽灵一样 快速贴了上去 单手承锤 朝着他的下巴轰了上去 男子刚发的力 还来不及收锤 轰门大开 武术 杀瘾机 一招毙命 奉劝各位打架 千万别打人下巴 一击就晕 真的容易死人 王哥 你怎么样了 小李 你到底是干什么 现在你给我说是 特种部队的兵王我东西 侦察能力讲 还这么能打 现在得年轻人 不敢想 不敢想啊 损货 你丢不丢人 可以 我就会拍摄 哪像你十八般武艺 不怂还能咋样 我们来到女孩身边 询问情况 姑娘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其实我是一个技师 在爱浪漫喜遇中心上班 大概两个多月前 她过来玩 点了我 后来又来了几次 每次都是点我 还找我要了联系方式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呢 此时 唐英泪眼婆娑 眼泪直打转 因为我老家是农村的 家里有个好赌的爹 有个生病的麻 年幼的弟弟还在读书 家里又还不完的债 而我却只能早早懂事 出来为家里减轻负担 小姐姐 你这也太惨了吧 以后我们带朋友照顾你的生意 八百八十八起步 后来又发生了啥 大概十天前 她又约我出来 结果她直接把我带到这里来 逼我做她的奴隶 我肯定不愿意 最后她当着我的面 把屋子里的柳如烟给嘎了 没关系 不想说就算了 等你什么时候情绪好了 我们再聊 原来之前工地的雇者 都是这个信方的男子买的 真是地狱碰盪的 都磨在人间 我们叫来了叔叔 清理了现场 将女子带到了医院进行救助 哥 咱们真的破案了 这么快 是的呢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现在想想 当时你跟我说破案 我存当你在开玩笑 哈哈 现在信了吧 必须的 对了哥 这岂不是说 咱们回头有十万的奖金 我们来到了叔叔办公室 你不用说 我也知道你来干嘛的 这里是十万 还是王哥你懂我 小伙子 我有个建议 抓紧去考协校 我们警察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王哥 我自由自在惯了 觉得开蛙机也挺好的 回到家 老板电话来了 喂 哪位 辣爷您终于舍得接电话了 哪敢不接你电话啊 哦 是吗 你看看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再麻烦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大爷 你今天还要不要上班 圣圣 我马上起床去工地 你不用去了 别生气啊老板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去人家工地干了两天活 结果可倒好 第一天停工 第二天又给挖停工 人家工头说了 你要是再去 他跟你玩命 那老板我咋办啊 早上就给你安排好了 有个项目要在山腰建一个墓园 你赶紧过去干活 老板让我放 我二话不说就比老板不惊喜 你没事吧 你到底挖到什么东西了 哥你别吓我啊 你怎么了 回去画啊 看着旁边不停说话 神色焦急的摄影师 我逐渐回过神来 我没事 就是耳朵有点背弃了 一会就好了 小货子 你没事吧 刚才发生了是吗 没事 不用担心 我怀疑你挖到地雷了 停捞任将 这座山是当年抗战时期的一个据点 当是为了私收着 据点还牺牲了不少人呢 估计地雷就是那时候埋的 这话一出 另外两个挖掘机师傅脸色大 吓得往后退了几个 哎 你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 前几天把包工头挖破产 换个工地吧 这又干出个大漏子 是啊 亏我们运气好 我们可是挖了一上午啊 不然说不定就挖到了地雷 我下来到坑里面 看到底挖到啥了 这下好了 肯定要报警 到时候工地又得停工 回头又要被老板骂了 谁知道这时候包工头已经报警了 我看了一下挖子 算了 还是打个电话给老板吧 喂 什么事 你怎么天天一到工地就给我打电话 那个老板 就是 行 你给老子闭嘴 别说话 我先找药 一听你这语气 老子就知道你绝同又出事了 过了几秒钟之后 好了 你说吧 是不是又挖到实体了 那倒没有 那就是挖到光满了 也没有 那你到底干嘛了 我挖到地雷了 这样啊 不就是地雷吗 挖到就挖到被 吓老子一跳 不是啊 老板 地雷给我挖爆了 挖掘机的颤抖 别给你挖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当你的老板 别啊老板 世界那么大 偏偏让我两相遇 这都是缘分呢 别别别 我怕不是缘分 是特么缘分吧 之前你最多是货货工地 现在你倒好 连我一起坑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老子马上安排人去修 我继续往爆炸点看过去 无意中看到一块颜色不错的石头 被炸得裸露出来 就在这时 物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寿山田黄冻石 重量58克 价值107万 华夏魁宝 名贵食材 色泽浑然天成 非常稀有 最高品质可达20万亿克 100万 啥玩意 可以 你干啥呢 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鹅卵石吗 我老家那边到处都是 你喜欢的话 回头我给你带点更漂亮的 你不同 这可是宝石 很值钱的 你糊弄鬼呢 你看我像傻子吗 不幸拉倒 偷偷告诉你 这玩意能值100万 可以 你咋了 不会是刚才爆炸 脑子炸坏了吧 节目咱先不入了 嘴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脑子去 你才炸坏脑子 会不会说话 你给我没事 没事 你拿个鹅卵石 跟我说只100万 你要拿个绿色的 我还以为它是快玉 你这一看就是快普通的石头啊 最多好看点 等啥时候有空了 我带你去找个地方鉴定一下 你就知道哥说的是不是真的走 现在就去 我和摄影师来到一条赌视街 不是吧 你来真的 真去啊 闭嘴吧你 一会你就知道了 我们来到一个摊位 一眼就看到最前面的街道两边 全是摆地摊的人 每个人面前都铺着地摊 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石头 老板 这料子怎么卖 这个 这是极品料子 你看这水种 这肉质 少了五百万不谈 摄影师顿时头皮发麻 五百万的东西就随意地丢在地摊上卖 你难道不知道这些人都是隐形的土豪吗 对面的客户拿着料子不停地欣赏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好好说价格 这料子好多人要买 我都没舍得卖 最低四百五十万 少了不谈 再低一点 三百了 不 三百块 来 好 又买贵了 摄影师差点一个量枪直接摔倒 这奖价太夸张了 五百万的东西他还到三百块 他还嫌自己买贵了 我们换个地方 别到时候我们一百万的石头 被他奖到三百块买了 我们得找个专家卖了他 我们来到了百宝寨 小伙子 是要买东西吗 老板 你这店里帮鉴定吗 鉴定 可以啊 只不过要收费的哦 那肯定的 老板左摊右看 左摸右摸 对这块料子非常满意 小伙子 这石头你是拿弄的 老板 你怀疑我是盗墓的吗 这石头肯定是合边捡的呀 不好意思 口误 口误 这石头我已经鉴定完毕了 正宗的寿山田黄洞石难得一见 老板 你是说 这个东西是宝石 没错 而且还很稀有 这种石头 在华夏不是用来做珠宝手镯什么的 而是专门用来制作印章 你们应该听说过天价宣制天价印你 而天价印章 就是用它制作出来的 老板看我是个小年轻 想狠狠地赚我一把 小伙子 这块石头你卖吗 我挺喜欢的 不知道有没有心理价位 一百一十万 不还价 小伙子 这石头好是好 但是是毛料 预期贵的是工费 一份料 九分工 这块料子就值一万 我听见这么低的价格 二话不说拿走桌上的石头转头就走 老板慌了 别别 别走 你再出个价 尽管出 一百万 少一分不卖 一百万 不还价 老哥 比来真的 我看这石头两万卖了算了 小伙子 我都看不懂你到底是来 鉴定的还是来卖东西的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懂性 一百万就一百万 既然这东西你要了 鉴定费是不是可以不用给了 那肯定的 我先就给你转 从百宝斋出 我刚想往工地 老板电话就过来了 喂 老板 你人哪 羞娃娶的人都过去好久了 怎么没见你人 你 能不能让我省省心 老板 你什么态度 说话放尊重点 有喝 你小子想造反啊 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现在就来结算工资走人 我一听老板要开除我 我慌了 毕竟我还不想离开这个工地 万一又挖到宝了呢 老板 消消气 刚刚去镇上被人打了 心情不好 我马上回去 来到工地 就看见好几个人围在坑旁边 兄弟 挖斗已经给你换成新的了 赶紧干活吧 等等 先排除隐患 万一还有地雷没挖干净呢 王队叫来几个专业的同事 挖出了几十颗雷 已经扫出几十颗雷了 估计再有一会 这边应该干净了 在哪呢 我能看看不 小心点 这些雷虽然在地里买久了 还是会炸的 这里可是各种雷都有 这些雷我都认识 这里有58式反步兵地雷 PPM到二防步兵轨迹地雷 PMN地雷 66式反步兵定向地雷 小伙子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我平时没事看小说看的 在杂志和视频里面学的 王哥 这些地雷回头怎么处理 一会扫完雷 我会和爆破公司一起去找个地方集中销毁 好那你可得小心点 这玩意挺危险的 不一会儿 爆破公司人来了 王队长 雷已经排完了 这批雷型号都不同 难度很高的 一般人来都搞不定 除非喊专攻来 你看能不能加点幸苦费 预算都是固定的 你这临时要钱 我很难办 我看着王队为难的样子 立马对爆破人员说道 哥们 这些地雷连我都认识你 既然说难度高 不厚道啊 你是哪位 我啊 之前挖炸地雷的那个就是我 老板逼我开挖 我昨天挖地雷 今天修好挖斗 我接着开挖 再给老板 小伙子 怎么了 看你两一惊一乍的 是不是又挖到地雷了 不是地雷 老李文言悬着的一颗心 也放松了下来 笑了笑说道 不是地雷就好 我还以为又挖到地雷呢 到时候再听攻可折腾不起 那个攻头 你还是自己去看一眼吧 应该是个炸弹 褐草 你他们挖出个什么玩意 炸弹 应该是吧 慌傻 打个电话先 又是这小子 我要呢 吃完了 老板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了 不说话我先挂了 快打电话报警 还好你没把他给挖爆 不然我死得不明不白 鹅王哥 你那边忙完了吗 没有呢 还在路上 我好像又挖到东西了 还有地雷没清完 不可能 我检查得很干净 确实不是地雷 是炸弹 你在那等着 千万不要靠近炸弹 我马上带爆破公司的人来 记住一定要疏散人群别靠近 你说你 就不让人安身 炸弹在哪呢 我也不想了 这玩意如果挖炸了 我第一个死 偏偏就挖出来了 我也没办法 王队长 我上去看看 好 注意安全 大家尽量往后退 小李 你们几个立即下山 把周围拉起警阶线 让周围的工人师傅全部下山 炸弹的范围很大 同时交警大队来给附近的 是 王队长 这个炸弹我可能处理不了 建议你请部队的来处理吧 怎么了 你可是专业的 对 我确实是专业的 我到现在都没看出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像炸弹 又不像 我都搞不清楚了都 什么意思 那它到底是不是炸弹 他这方法弄得莫名地妙 只好自己亲自前去查看 发现这个玩意 看起来有点眼熟 王队 这个不是炸弹 爹 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我没猜错 它应该是一个香炉 而且还是宋代的香炉 你最好找考古专家来看待 此话一出 其他几个人全部猛逼 香炉 跟你开玩笑吧 这东西跟香炉也不搭边闹 反正现在报复公司也没法确认 把考古专家喊来不就知道了 王队赶紧联系了一位 当地的考古专家来到现场 你电话里头说香炸弹 又说有可能是宋代的香炉 我必须要亲自看一眼 秦老 您看 就在那个坑里面 当秦老看到香炉的那一瞬间 眼神一明 连忙加快步伐走了上去 从上面贴下一小块泥土 放在鼻子上闻了闻 可以确定不是炸弹 的确是香炉 根据他的材质和年代来看 应该是来自于宋朝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全都震怒了 没想到还真让我这毛头小子给猜对了 难以置信 主播以前绝同事干盗目的 不言我实在找不到解释的理由 建议有关部门调查一下主播 他才二十多岁就懂这么多东西 肯定有故事 小伙子 听说你认识这个香炉 还猜出了他的年份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是啊 我们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 天天就你认识此物 你们没见过很正常 这东西现在几乎绝重了 别说你 就是我也轻易认不出来 没有二十年的考古经验 是认不出来的 小伙子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看出来 它是宋代的香炉的 这话直接把我问猛了 我不可能告诉他们 我是有悟性感知能力的吧 而且我上辈子 还是个野生考古转家 我是瞎猜的 以前在书上看过宋代的寺庙 有种香炉 就是这种造型 你竟然还知道 它是寺庙的香炉 我瞎猜的 秦老别当真 小伙子 你是不是学考古的 不是哦 我就是一个开挖掘机的 你这话让我情何以堪 这么多年的考古都白学了 秦老轻轻拿起香炉 竟然发现里面 还装着一个个瓷器 有碗 还有茶壶 而我却一眼认出了这些古董 秦老 这里面的东西也挺值钱 有瓷碗是北宋龙泉窑的 价值五十万 瓷狐也是龙泉窑的 价值八十万 秦老看了几分钟 飞脚忍不住笑了几分 拿着手中的碗看着我 北宋的龙泉窑本身就很稀有 像这些保存完整的就更不多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就要把这些拿回去研究了 你放心 十五百加紧棋 是绝对不会少你的 不就是几个碗吗 至于这样吗 那你就不懂了 对于研究一辈子的人 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研究对象 那就跟年轻人看到美女一样 你舍得把自己的女朋友让给别人吗 那肯定不行啊 这不就是咯 所以我得感谢你 我这今天真是没白跑一趟啊 回头如果有空买西海市考古学院参观参观 我代表学院热情欢迎 此时王队手机响了 你好 我是岩江历史博物馆的 我想问下你们那边 刚出土了很多北宋龙泉窑事吧 秦老 岩江市的博物馆主 科古学院的教授 填北市的历史文化中心 还有咱们西海市的博物馆 都打电话来问情况 想要一起研究观摩 有的还想带一份回去做展品 秦老文言顿时火调三丈 哟哈 不要理他们 如果他们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告诉他 是我带走了 让他们来找我 老子自己都没研究呢 他们倒是来得快 想要研究 等我研究完再说 说完 秦老就带着香炉和瓷器等物品回去 我则继续往前挖 挖着挖着 突然感觉不对劲 挖出了一个小洞 洞里出现了一块肉 给 那是啥玩意 我刚跳下挖机箱看的就是 谁知悟性感觉能力 就告诉我这是一个石太岁 也叫肉灵芝 这是太岁 游细菌 粘菌 真菌构成的多菌种大型复合体 饿不死 可不死 动不死 老不死 但65度以上的温度就会死亡 太岁 真的假的的 在我印象中不都是放在水里养的吗 这个确实是太岁 还是太岁中品质最好的石太岁 价格很贵点 主播又要发财了 主播这个东西卖吗 价格好商量 这就是太岁吗 还是第一次见呢 这玩意值钱不 还是挺值钱的 那还等啥 赶紧爆出来啊 我过去将整个太岁直接爆了上来 感觉有20斤左右 宁宁生长在地上 却没有根 两个人围着太岁看了半天都觉得很稀奇 忽然 上方的山墙掉落一些沙土在我们身上 给 快跑 上面那块石头要掉了 这时 一道巨像 大石头重重砸在地上 一阵灰尘飘起 附近的工友都被这道巨像吸引 朝这边看了过来 什么情况 又挖到地雷了 没有挖到地雷 好像是山体塌方了 这也太邪门了吧 挖土挖地雷 挖墙墙塌方 真不知道你是命大还是运气差 快看 那是什么 好像是个山洞 这也太邪门了 请收下我的膝盖 这也太夸张了 都不让他挖了 愣是整出个山洞 大家猜猜 山洞里都有什么 咋离奇咋来 我估计主播录完这期节目 可以拍一个探索 你发现 我进去看看 大伙在外面等着 万一出事了也好 有个照应 天哪 大伙快进来看 我在洞外面早就好奇的不行了 于是就立马进到了洞里面 经常给老板开挖梯的东西 挖机是老板 看见挖不了东西是东西 肯定能挖开 山洞 快看 挖出来一个山洞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 我们进入洞口 一眼就看见了几个箱子 还有几个一米多高的大油桶 其中一个箱子里全是手枪 地雷 另外一个箱子全是手枪 你看 这是十四式手枪 也叫王八盒子 初始速度为317米每秒 有效射程约50米 我们接着往前走 发现地上摆着两架上了锈的机枪 这是刘易斯青机枪 空枪重11.8公斤 47发弹盘 6秒钟之内能将所有子弹射进 谈谷采用中心固定式 不是 哥们 你咋懂得这么多 我当然是玩游戏的时候了解到这个了 还有这把ZB-26青机枪 总重10.5公斤 全长1150毫米 20发装弹下 口径7.92毫米 射程1500米 行了 哥 别说了 我把摄像机关了 赶紧投命吧 待会叔叔过来了 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开的工厂呢 到时候可解释不清楚了 走啥走 继续往前瞅瞅看 万一又发现一些好东西了呢 我们继续往洞里面找寻找 忽然发现一个大钢管立在我们面前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门大炮 920步兵炮 口径70毫米 全重212公斤 最远射程2788米 最近射程100米 炮口出速198米每秒 炮弹重量3.79公斤 给 反正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过时了 干脆我们几个早科炉子把它们融完卖废铁 这样还能卖不少钱呢 这啥鸡 它重量轻 只有200公斤 只需要将它拆卸成十几块 一人背一点到地方了再组装就能用 我们继续往前找着 突然 一位蛙鸡师傅大喊了一声 阿嘎人 我过去一看 发现几个空油桶 油桶里根本没有油 有的只是一具颜色暗沉的海谷 姓名 刘富贵 年龄 15岁 职业 军人 已故时间 85年 已故原因 胸部重弹失血过多导致 也不知道嘎了多久 你们有啥好怕的 会不会这里面都是嘎人 我继续往前看去 别人害怕 我可不怕 因为我知道 这些人是劣势 此时的我心里更多的是一种悲愤 姓名 王二毛 年龄 16岁 职业 军人 已故时间 85年 已故原因 头部重弹而亡 我们继续找着 总共找出了九个这样的油桶 赶紧打电话给叔叔 不是吧 你又挖出什么了 你过来看一眼吧 最好带个历史文物专家来 又挖到古董 你等着 我马上来 不一会 我们就在油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些模糊的字 带我回家 山河无恙 带我回家 守卫山河 带我回家 魂归故里 沙内奸 一股悲壮的心情油然而生 看到这一排小子 我顿时眼泪就止不住了 见简单的一行字 沉重如山 没有当年的先辈无私复苏 怎么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自尽千恋 二十分钟后 王队长带着文物专家来到了现场 这些东西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你得问他 这回真不是我挖他的 是他自己到的 然后我就进到洞里面发现了这些东西 我叫陈峰 是专门研究历史文物的 方便和我说说洞里的情况吗 我们在洞里面找到了很多东西 有各种武器大炮 还有几个固者 我们来到大炮面前 经我仔细观察 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抗战时期的文武 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我们整个西海市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大炮 可以说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非常高 这个文武太重要了 非常感谢你的发现 回头文武局一定会给予一定的感谢 那这些海骨呢 能分辨出是什么人吗 看颜色和硬度 应该是抗战时期的人 只不过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什么人 有可能是当时抓到的俘虏吧 不然不会直接丢到油桶里 我可不这么觉得 为什么 我今天再来的时候 就听师傅们说这里当年打得很惨烈 所以才在修纪念碑 你想想 在当时的环境下 得死多少人 人数上本来就不够 怎么可能还把服务抓回来呢 直接打死不是更省事 你说的有道理 可问题是 为什么要用油桶装起来 这对死者也太不敬了 其实很简单 如果这些固者都是孩子呢 什么意思 根据我的观察 这些固者的牙齿和骨头都是些孩子 我想可能是当年的战士们 都不忍心让这些孩子留在荒野 想把他们带回家 但是后来却来不及撤退 就只能以捅为关了 可是为什么这些武器装备都不拿回去呢 当时不是急缺弹药吗 因为如果当时打赢了 这些军火大炮不可能丢在这里不要 我想可能是当时因为某种巧合 把洞口给封住了 结果才遗留到今天 你分析的有道理 如果他们都是孩子 确实可能性很大 看完了洞里的情况 这时 陈局长来电话了 对 局长什么事 老王啊 你怎么回事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我一声 哎 什么事 你是指瓷器还是大炮 你要我怎么说你 你知道这里正在建纪念碑吧 刚才局长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 直接打电话到这来 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把洞里的文物 全部压下来 别让人带走 哎 可是 文物局那边已经来人了 所以我才打电话通知你 千万别让他们带走 这些东西区长发话了 必须要留下来 正好在旁边建一个纪念碑 这个洞就当以后展览用 这我知道了 一方是文物局 一方是政府 两边都要 也都可以要 他一个小小的队长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王队 这些东西可是归我们文物局管的 你可不能假公济私啊 看着王队为难的样子 陈锋立马掏出手机 给文物局领导打电话 问 局长 这批文物有点麻烦了 怎么回事 我这边已经安排人出发了 好像是你那边 要把这批文物留下来 当成公园的展览去用 他们有什么权力抢留 你坚持住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商量一下 我看着他们为了争取这些文物 而大致不止 感觉心寒了半解 立马打断他们 两位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 把重点放在这些骸骨上 别忘了 他们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 最终却只能以油桶为官 你们还记得墙上那段字吗 带我回家 魂归故里 我话音刚落 两人神情一阵 纷纷惊醒过来 你说的没错 相比于他们 大炮算什么 刚才光想着办事 是我疏忽了 很快 王队就叫来人 将这些婴孩妥善处理好 武器啥的最终送到了博物馆 我们也相继离开了山洞 给 这个太岁咱们咋处理 我怎么知道 要不是知道他应该支点钱 都想跟了 就在此时 电话响了起来 我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杨老板打开了 喂 老板 我不是故意的呀 嗯 啥意思 啊 你打电话来不是要骂我的吗 我骂你干嘛 不就是坏了一个铲子吗 反正有人掏钱 对了 有人打电话问我要你的电话号码 说要买什么太岁 我来问问你 行啊 我真好想卖呢 你让他联系我吧 嗯 那行 你好好干活 千万别再给我整什么鹅子了 爸 好的老板 经常帮老板开垃圾的东西 他坏的自己老板附属 挖到宝物桩自己里 今天我就挖到一个天价太岁 来一群人抢报 兄弟 我也是你直播间的粉丝 太岁能一百万卖我不 我一听直接网了 这玩意值一百万 原先以为最多值得几万 好 你们独自来召你卖太岁的 那家女儿从校审替不开号 卖回去给他布布审子 我也是来买太岁的 我妈刚做完手术 听人说吃这个补身体快 我也是 不过我是给我老婆买的 他喜欢看你直播 说吃这个能变年轻 我直接人买了 这玩意有这么抢手吗 这时又急匆匆地走过来一个男子 帅哥 这个太岁快给我 我太需要他了 哥 刚才已经答应要一百万卖给这个哥们 不好意思啊 此话一出其他三个人立马接 只要还没卖掉 就不算数 价高者得 我出一百二十万 我出一百三十万 你们这样够就没意思了 那直接一百五十万 就你钱多啊 我二百了 有本事继续加啊 摄影师站在旁边 裹呆地看着几个人 他没想到我手上这个玩意 竟然能值这么多钱 大家理智一点啊 何气身材吗 闭嘴 既然大家都想买 要我说别让主播难做 咱们合伙掏钱 平均分 如何 这提议不错 莫绝利克星 那就这么定了 一人五十万 不说多了 喊你饭汇 直接赚给你了 干净吧 这个开虽分了吧 不一会儿 就想起了各种到账的声音 卧槽 这玩意竟然卖了二百万 有这么值钱吗 主播赚麻了 一天三百万 还要不要人活了 太打击人了 我特么累死累活 一个月四前 还一天三百万 老子摆烂不干了 走 晚上吃烧烤去 吃完烧烤 我们就准备回家了 突然看见家门口 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我 这么几个人在干嘛 我好害怕 赶紧拍下来 这都能看见 国火黑科技啊 那是 还好我手快 据他左下角领到一台 听说现在好多人都没拿到 这能靠谱吗 放一百二十个心 左下角活动资质通过了 平台审核 我才敢合作的 我看还有领着大瓶好物的 这是又补货了吗 不是好多人没抢到好物吗 这不为了让大家满意 特地准备不限量的 大瓶好物保底福利 而且国货还特意增加了一万台 上线就有机会拿 这么大方 升级不难吧 不难 厂商为了搞人气特权 VIP全都到天 一包榨菜就能让你玩双气 升级快人二十倍 每天挂挂机 升级直接二十四小时包邮到家 我最就下去 你们带带我 李先生你好 我是文物局的 感谢你今天给文物局 带来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文物 局里特地让我带五万奖励 和一面剪旗来送你 李先生你好 我是西海市考古学院的 秦教授特地付我亲自 把这五百块的奖励交到你手上 同时也特地赶工给你 做了一面剪旗 另一个男子也客气地说道 李先生 我是服务事务所的 非常感谢您带回了洞里的他们 京都那边对此高度重视 特地打电话过来 让我们好好地感谢您 只不过我们没有准备奖金 听完三人的话 我直接呆住了 这景旗我拿着也没什么用啊 请问一下 这些景旗可以折线吗 秀李 我觉得景旗你可以收起来 保不起后面还有更多的景旗 收完景旗 他们就回家了 我也回到了家里休息 第二天早上 老板来电话了 喂 领导 你起床了吗 老板别这么说啊 我这不是等着你电话安排活呢 你还要干活 昨天那个工头老李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你又把人家给弄停工了 我还敢给你介绍活 我砸自己饭碗不成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问了好几个宫店 一听事让你去 说什么也不要你 最后给你接了个私人的活 你干不干 干哪 有活肯定干啊 那行吧 主要是帮人挖个地基 他家要在山脚下盖个房子 等一下我把定位发给你 今天可不能再挖地雷大炮了呀 放心好了 今天保证不挖地雷大炮 我带着挖机来到了事发新城 客户看到我的第一时间便跑来打高 你好你好我叫杨峰 你就是李大发吧 久仰大名啊 你认识我 那必须的 最近你在西海市 这个挖掘机圈子里 可是出了名的 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叫摔神呢 我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 这明明是不好的外号 怎么到这个人 嘴里就跟很光荣似的 嗨嗨那都是别人对我的误解 我运气很好的 没事我又不嫌弃你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除了不信息 啥都信 你放心大胆地挖 我就不信你能在我这 整出什么幺蛾子 那感情好 我要挖哪一片 你等一下啊 我叫我表哥过来 这房子主要他负责帮我盖 那个老表 你过来一下 这是我表哥 吴明 你是李大发 你也认识我 我看过你直播啊 只不过老表啊 你怎么敢让他过来挖的 怕啥 我刚才都说了 我这人啥都信 就是不信邪 你知不知道 他在网上有多出名 网上有个关于他今天 会挖出什么的投票 你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吗 杨峰一脸懵懂的摇摇头 啊还有这个 快说说他们的投票是啥样的 挖到实体的支持率最高 大概占了40% 其次是挖武器大炮 占了18% 再就是挖断水管 奔坑 占了10% 挖断电缆光了 占了8% 还有挖宝石的也占了3%左右 你知道还有最后一个选项 正常挖土 占了百分之多少吗 不知道 百分之零点零一 为啥呀 凭什么这么低 我是正经开挖掘机的好过 那百分之零点零一 只是一个人投的 他事后还刻地发了一篇声明 说他自己点错了 对不起大家 拖累了数据 这是他的耻辱 此话一出 杨峰倒吸了一口气 脸皮抽了抽 不自觉地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没事没事 我这人不信心 摄影师过去拍了一下杨峰的肩膀 哥们 放心 你会信的 今天我就要来为我自己证明 我是一个正经开挖掘机的 不是你们说的摔神 说完 我启动挖机就直接排挖 这次必须努力认真的 疯的一声 挖机铲齿掉了一个 这才是第一铲 又出事了 我赶紧下来查看情况 顿时松个一口气 还好还好 只是石头 哥 你看那石头上好像有个东西 圆圆的 颇圆形 跟足球差不多大 这什么东西 拨着像石头 这石头的形状也太巧了 怎么会夹在石头中间 看着这形状怎么有点像蛋 是挺像 但是这个蛋也太大了 你们说着有没有可能是个宝石 就算不是宝石 应该也能指点钱 赶紧把它撬出来 就在这时 物性感知能力突然被开启 恐龙蛋化石 霸王龙蛋 距今六千万年 价值一千万 不能撬 如果我没看错 这个应该是化石 好家伙 今天可倒好 一产字还没忘 就整出个新鲜玩意 化石不是都是镶嵌在石头上的吗 这么还有圆的 难道是化石蛋 它不是盗墓的吗 怎么对化石也有研究 这个怎么看都像个圆形的石头而已 化石哪有那么容易遇到 而且还在这么浅的地方 我赶脚它应该撕个宝石 这不仅仅是个化石 而且还是恐龙蛋化石 并且极有可能是霸王龙的蛋 恐龙蛋 这是恐龙蛋 还是霸王龙 怎么感觉你在说天书 不可能 这蛋看起来比足球还小 霸王龙多大 反正吹牛不犯法 随你怎么说都行 虽然我知道你很厉害 可是你说它是霸王龙的化石蛋 我也觉得有点离谱了 你们不要以为霸王龙大 它生出来的蛋就大 就拿鸡蛋来说吧 每一个蛋在刚生下来的时候 都有蛋白和蛋黄 如果重量过大 蛋壳就很容易碎 斑恐龙蛋三到七毫米 就已经算很厚的蛋了 所以这就是恐龙蛋 老板说我不会霸王子 我为了这么一字 就换个高难度的工夫 谁知第一厨就把弹齿崩断 原来是挖到了一个恐龙蛋 兄弟 第一天给我干活就捅出个漏子 接下来还怎么搞 亏钱 哥 你先别生气 我是挖到恐龙蛋了 这个恐龙蛋可是价值不菲 你赚大发了 兄弟 早就听说你是挖鸡界的摔神 我今天是信了 哥 这真的是一个恐龙蛋 老弟啊 你老板这么请了你开挖鸡 他的家当都不够赔的吧 再说了 你怎么确定它是恐龙蛋 你们看啊 它颜色这么深 镶嵌在石头里 和周围石头明显不是同一种颜色 这些你们可能不太懂 要是不信的话 最好打个电话 找古生物学家来鉴别一下 喂 西海市博物馆吗 我家挖到恐龙蛋了 快派专家过来鉴定一下 哥 别急 考古专家来之前 我们先多挖几下 把恐龙蛋一次性都挖出来 我二发不信 几个挖机就继续开挖 不一会儿 就挖出了大量的水 围下来的兴趣 直接加大大 兄弟 停停停 你又挖出个不明洞穴了 赶紧熄火 别挖它方了 可以 会不会有盲石 这片三角一直都没人住过 扯呢 这么大洞口 那得多大的蛇 我感觉有可能是野猪的洞 有没有可能是个洞穴 里面有宝藏 你电影看多了 我上次看视频 有个人也挖出这样一个洞 里面有好多巫人参 那起无事发了 洞里好像有东西在洞 无名胆子比较大 直接小心翼翼地往洞口走去 然而下一秒 无名掉头就跑 冲着所有人大喊 啪啪 卧槽 竟然挖到宗雄的洞 这玩意一巴掌能直接把人拍死 老虎都能占一一架的存在 这影子跑得好快啊 真不愧是专业的 不对啊 你们看到没 主播好像还在驾驶室里 大家先停一下 熊梅追上来呢 李大发还在驾驶室呢 大伙抄家伙回去帮忙 很快 大家就拿着家伙来到了挖技镇 而李大发却被熊人叉驾驶室 可以 给你个铁球 接住 有了这个家伙我就不怕了 老刘 再来个神子 拿上了这两个东西 我就站在挖技上和熊的两个拉扯了虚久 十分钟后 这只熊就被我五花大跑起来了 可以 李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太夸张了 要不是亲眼看见 打死我也想不到竟然一个人就把他搞定了 小伙子 有对象没 你这身体不干农活可惜了 俺家有两个女儿 你选一个呗 何着你想让我入住到你家去干农活 没过多久 古生物专家也到了这里 当他看到地上的大宗雄士 差点吓得摔倒在地 什么情况 我是研究古生物的 不是研究现代生物的 我爹妈呀 吓死人了 别怕别怕 你看都绑起来了 不会咬你的放心吧 你好我姓赵 全名赵花 是专门研究古生物的学者 我姓李 叫李大发 你就是李大发 啊 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你 不过这么大的熊 你们到底怎么打晕的 我感觉二十个成年人也不一定干得过他 二十个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这只熊就是他一个人搞定的 一个人 你在逗我吧 我也没看他流血啊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 拿铁翘 你是不是还想说棕熊是你拍晕的 我哪有那摆血 那就是他 你猜得真准 赵花无语 不相信就我这小身板 还不如他揭示 他已经肯定自己正在被忽悠 你竟然能一个人单挑棕熊 你看着比我还瘦 天哪 你是外星人吗 运气好而已 稍稍会点功夫 只是身手敏捷罢了 五有五松打虎 今有李大发拍熊 以后李大发又多了一个外号 就叫他李拍熊吧 属友主播联系方式 我家这边有几头能天天来偷吃 麻烦请他来帮我排晕他们 说话间 属鼠们也赶了过来 你好 我接到报警说这里出现了一头棕熊 是地上这套吗 是的属鼠 这 你们能说下这头熊是怎么被抓住的吗 属鼠 这只熊是这位蛙鸡小伙一个人搞定的 我们现场见证 这样啊 那很好 没人受伤就好 这头熊我们就先带回警局了 说完 属鼠们就将熊带回家了 而赵华则仔细研究起了哪个恐龙蛋 怎么样 这个到底是不是霸王龙蛋化石 我很好奇 你怎么知道是化石的 还知道是霸王龙的蛋 啊 这不是我说的哦 是这个娃鸡师傅说的 根据我刚才的观察 这确实是一枚恐龙蛋化石 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是我至今为止见过最圆润的恐龙蛋 如果我没猜错 这是一枚即将孵化的蛋 这种蛋极为稀有 里面已经有了小恐龙的骨骼化石 研究价值非常大 真是恐龙蛋 我竟然见到恐龙蛋化石了 赶紧拍个照片纪念下 这这 还好刚才没把它劈了 阳风离选的这块地是宝地啊 竟然有化石 小伙子 你接着挖 把地下的恐龙蛋都挖出来 我也省得来回跑了 一听又要开挖机 我直接坐上驾驶时就开挖 挖就挖 都挖出个圆形的鸽 摄影师立马叫停 可以 又是个地雷 快停下 地雷呢 在呢 此时的阳风却不信心 过去将原疙瘩拿了起来 是挺像地雷的 但是又感觉不像 原来是个烧水壶 吓老子一跳 小伙子 接着挖 我又接着往下挖 那又挖了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跳下去看个究竟 铁梨 年代 距今110年 一种耕地的农具 这应该是个地 以前人用来耕地的那种 大 梨我见过 这也不太像呢 我看向古生物学家 这玩意你知道吗 我只研究古生物 不研究近代的东西 没事 我给二伯打个电话 他年龄大 这东西如果真是梨 他应该会认识 哥 就算这是梨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啊 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 一会你二伯来了 问一下就知道了 没过一会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 杵着拐杖走来 大明 东西在哪呢 我看看 那就地上这玩意 二伯绕着铁梨看了一圈 说道 没错 这个是铁梨 只不过是过去的那种 这种梨 还是我小时候看见的 还真是 那这个算古董布 你可以带回家收藏 我看过了 这玩意不值钱 为什么这里有铁梨呢 不是说这地方没人住吗 我们这一脉 听我父亲说 是百年前搬过来的 来的时候 这里荒无人烟 没有人住 一直到现在都没人住 那这些水壶 铁梨是哪来的 会不会是发大水冲上来的 有可能 在我们这一脉搬来之前 据说这边发过大水 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雨 至于这边有没有被烟 我就不知道了 我感觉不像是发大水冲过来了 你们看了 这个位置明显 比你们住的地方要高得多 如果是发大水 那得多大的水才能淹到这里 再说了 就算发大水 像铁形这种非常重的东西 只会往下游冲 怎么可能冲到山脚这边呢 此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得点了 我有种预感 今天要挖的东西 肯定与众不同 这群人搞得跟研究地理一样 不就是一个铁形吗 管它是从哪来的 又不值钱 那是什么 棺材吗 怎么可能 哪有这么大的棺材 我怀疑是坟墓 你比它更逗 没听到刚才有木头断裂的声音吗 你见过木头做的墓室啊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总感觉里面有什么怪东西 我在接着往下挖 隐接着泥土里的长方形 整个被倾斜抬了起来 当它彻底离土的那一瞬间 所有村民看待了 竟然是个床 我打死也想不到 这地方会有床啊 先是水壶 又是铁梨 现在又有床 难不成它是洪水发进来的 我又继续往下挖 又挖出来许多的石头 我看石头似乎和普通石头不一样 赶紧下挖机查看了一下 哥 你是发现什么了吗 还不确定 看一眼才知道 说完我蹲在地上 拿起一块石头 扣掉上面的泥石 发现什么了 你看看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 看起来和地上的泥石板 没什么区别 我用手清理了上面的泥土 整个石头的形状就显现出来了 这是一块鱼谷化石 这竟然是块化石 难道这些石头都是化石 我刚才看了一眼 就这一块是化石 其他的都只是普通的泥石板 盖房子用的 可是房子呢 按理说短时间内房子 不会消失才对啊 会不会是发大水给弄没的 不可能 就算是发大水 等水退了房子不就出来了 怎么可能跑得底下去了 这 因为发大水不会埋到房子 而是泥石流 此话一出 所有人神色疑了 泥石流 好像这么解释 确实说得疼 我又继续往下吧 将那些砌房子的 石块石板都挖了出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些石头里面 有一部分是化石 并且是霸王龙化石 对 关主 我这边有可能发现了化石群 真的 没开玩笑吧 目前已经找到两份化石 其中一个是保存度 非常完好的恐龙蛋 另外一个是普通的鱼化石 我估计下面还有 完整度很高的恐龙蛋 好 我知道了 你把地址发我 我马上安排挖掘队伍 亲自过去一趟 此时 我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喂 哪位 是大发吗 我是文物局的陈锋 我刚才听说 你有可能发现了 百年前的存落 是的 目前还不确定 胖 有你这话就够了 能把地址给我吗 我马上带人过去看案 行 没过多久 就又过来了两台挖机 你们直接拿挖掘机网 不怕损坏化石吗 这也是没办法 这地方太大了 如果人工挖掘 就跟无头苍蝇一样 不过也不用担心 只要发现房屋有关的 立马换成人工具网 我又坐上挖机继续抬挖 不一会儿大家就惊呼了起来 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快看 又挖出一个洞 给 又挖出一个洞 只不过这次好像是地洞 这个洞看起来好深的 难道里面住着一条超级大蟒蛇 哥们 怎么说 要不要把它挖开 哇 如果这个洞不弄清楚 就在上面盖房子 估计住着都不安心 我启动挖机再死抬挖 将洞口挖得更大 我下去看看 哥 哥 你冷静点 万一下面有什么东西呢 咱们报警吧 是啊 这么直接下去太危险了 要不等叔叔来了再说吧 王哥 怎么是你来出警 又是你 你是来给我们警局增加工作量的事吧 说吧 今天又挖到什么了 地雷 还是老实 还是大炮 都不是 今天挖了一个洞 里面看着挺深的 大伙都不敢下去 只好请叔叔来帮忙啊 天 小李 你跟我下去一趟看看 好的 王队 那个 王哥 这洞是我挖的 我也想下去看看行步 王队感觉洞里很危险 看了一眼摄影师 但是一想到我的武力纸 就妥协了 行吧 如果有什么危险请早退出 好嘞 于是 我们几个人就进入了洞穴里面 这里有没有可能是个墓穴 这其实是一个倒洞 有可能 不太可能 为什么 倒洞不会打这么大的 做贼的人都想着快点干完活走人 哪会弄这么大的洞 此话一出 大家都纷纷赞同 我们继续往前面探寻着 王哥 别急 我好像看到什么 发现什么了吗 我伸手从墙壁上 抠出一块鸡蛋大小的不规则石头 王哥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不 看着有点像白色的鹅卵丝 一天到晚就知道鹅卵石 是不是石鹰 你们猜不到也正常 这东西叫蛋白石 在华夏算稀有矿产 以前的传国玉玺 就是用它做的 刚才你说这个通道不是盗墓贼的 难道说这是个矿洞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如果确定 王哥 这下面可不止蛋白石矿那么简单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 看 是蛋白石 果然是矿石洞 看样子果然有矿石 而此时西海市地质矿产部的一位员工 正在沐浴看直播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个部门的 上班时间玩手机 给你发工资 你就是来混日子的 我正在看直播 看 是蛋白石 他们发现了矿石洞 直播 这人现在在哪里的你知道吗 直播间上面有写着地址啊 快去通知地址勘察队 十分钟妹门口集合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这个直播间的现场 我们继续往前寻找着 突然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霸王龙化石 完整度85% 价值5亿 哥 这到底是什么龙的化石 也太大了吧 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 这竟然是霸王龙化石 赶紧回去汇报 出到洞口 就发现一堆人在争吵 霸王龙化石 我们沿江文化博物馆要了 其他的我们一分不要 就你脸大事吧 放到我们海南博物馆展览一年 我把我们的镇馆之宝 跟你们换一年 要不这样 我们天北市博物馆 包括镇馆之宝 随便你选试呀 我只换霸王龙化石 5年的展览期 很快 洞里的专业人 都将情况勘察清楚 这里面的蛋白石产量 甚至超过目前 华夏其他所有的蛋白石矿场 此话一出 大家震惊了 你确定 目前无法确定 只是预估 但概率很大 小王 你马上打电话 给财务部那边 告诉他们 我要调用100万资金 当这批矿产工程的启动资金 让他直接转给我 知道了 此时赵华也带着工作人员 从洞里走出 经过检测 目前可以看到的化石 完整度就已经超过了40% 如果完全发掘出来 初步估计完整度 不会低于70% 多少 70% 这世上完整度 能达到70% 可以说是极为罕见 所以大家都非常惊讶 基本被上交了 呵呵 我们还争个屁 就是省级博物馆来了也没用 挨白跑一趟 咱们这一次 有如此重大的发现 多亏了这小伙子 我决定申请一笔奖励给你 不多不少 就100万吧 没办法 这个工地又停工了 我只好早早回到了家 我想找老板要个活干 喂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竟然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那个这不是看看老板 你是否还安好吗 我好得很 据说你昨天又给人干停工了 哪有啊 那地方现在可热闹了 你好意思说 只不过人家确实没投诉你 还说你好话 也不知道咋回事 突然好多人找我 都说让你去干活 而且啥时候去都行 这不 今天想着让你多睡会 难怪你今天没有电话轰炸 我还以为你出车祸了呢 老子我不想和你说话 多说一分钟 少活一天 我帮你接了一个活 西河进入了枯水期 正好要清理河里的淤泥 你尽早去吧 免得活来不及干 好 你快看什么东西 只见淤泥里的东西表满了 根本看不清样貌 只露出上半身 看起来跟猴子差不多大 这是不是水猴子 这眼睛也太大了吧 难道已经死了 我下了挖机过去 想看的究竟 到底挖出了什么东西 突然 物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火星陨石 重量2.5公斤 价格258万 我一看这玩意 是极其稀有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陨石可以私人买卖 并不需要上交 今天这刚开工就发残了 小伙子 你干啥呢 赶紧干火啊 这才刚把你就停机是吧 没有没有 我只是看一下挖机履带 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弄完就赶紧接着挖 不然攻气可不敢烫了 我现在就挖 等一下 你手里面的石头是干嘛的 啊 这个就是刚刚卡住挖机的石头 我洗干净好拿回去研究研究 行行行 赶紧干火 我直接启动挖机挖了 又将泥巴里面的生物给拉了出来 难怪眼睛那么大 处在那一动不动 原来是一个奥特曼 这是谁啊 网河里面养奥特曼 这不得被养死才怪了 我又继续往下挖 然而还没挖多几 就挖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不是石头 但却是扁原形影的物体 看起来有脸盆大小 你们看来看了 他竟然在动 那是什么 老呗 我的天 这么大的鞭 这是王爸爸 看起来起码三十多斤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鞭 此时一个路人也过来探热闹 这么大的甲鱼 卖吗 你真是个吃货 这玩意应该不是甲鱼 我估计有可能是恶龟 不太像吧 恶龟的头没这么小 我为了不错不好东西 赶紧过去想看的究竟 这是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原 鞭科 原属动物 重量十六公斤 生长时间六十八年 社哥 这边卖不卖啊 我带回家炖汤喝 行啊你 你是不是想进去采缝刃机 什么意思 这东西可不是甲鱼王八 这玩意识源 一级保护动物 你敢带回去炖汤 你怕不是狠心 卧槽 真的假的 不想卖就算了 瞎虚人干嘛 你挖到就是你的 没人跟你抢 你也不敢抢 你抢的话 我就打电话叫老板邀人 你怎么换新手机了 我也想换个手机 你要换手机早说呗 这个给你 这是最新的能打卫星电话 还能反向充电的 华为麦特六零破吗 小的受不得 你收下吧 反正我也是升级领的 我正要问问你呢 上次你宣传的左下脚 有很多粉丝都说 要么升级 骂要么没库存 根本领不到 所以我换了新厂家 这次左下脚线磨技 是给官方报备过资质的 真是有效 保证人人升级都能领到 还真是 粉丝群里好多人都说领到了 还有人领了两台 没错 这次的华为麦特六零破 和苹果十五破麦克斯 都是不限量的 两台可以一起领到手 还叫叫我怎么领 认准这条视频 左下脚下载注册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做任务升升级手机秒发货 真是的 不信 我打个电话 叫保护中心的人 过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赶紧打了个电话 给动物保护中心 你们在这里稍等 我回去拿个东西 我急忙来到了百宝寨 小伙子 你又有啥好东西要卖的吗 嗯 哦 这是什么 这是一块黑色石头 从天上来的石头 你这里收吗 收 当然收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我们来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 老板拿出一个探测器 检查了一下 小伙子 这个东西打算多少钱卖 三百万 什么 三百万 就一块这样的小石头 你要卖三百万 你拿走吧 行 那我拿走了 不卖了 等等 你再降一点 我们都退一步 二百五十一万 最低价了 不买的话 我就卖给别人了 行 小伙子 上次你卖的石头也不错 这次我信你 成交 下次有好东西 还来这里卖啊 好的老板 合作愉快 我立马回到了工地 把园拎起来 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却一动不动 他在干嘛 不会被你弄搭了吧 你狠心了 我笑了笑 你不用担心 他只是动作慢 你别看他就那么大 这东西已经活了六十多岁 算得上爷爷配了 哥们你挺牛啊 就怕他最后一键定是个王吧 那我真怀疑你一直在吹牛逼 都说王法命长 果然不一样啊 偷偷地告诉你们 他的下面有可能还有一只 博曹 这你也能知道 为啥 因为原是群居动物 不可能只有一只 至少也是成队 所以这里至少还有一只 很快 救援中心的人也过来了 真的是原 简直不可思议 这只原的体型 看起来至少超过五十岁了 梅姨 这下面应该有他的蛋 你小心点 有蛋 你检查过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现在是原的相遇期 知道要退水了 所以把蛋埋在下面 梅姨半信半疑地用铲子 将尼巴挖跑 突然一个头伸出来 一口咬住了铲子 死死不跑 梅姨 果然这里还有一只原 快看 还有十几个蛋 把蛋都放到保温箱 把两只放在一起 准备带回去吧 知道了梅姨 行了 小伙子 我得赶快回去了 这些蛋要赶紧安顿好 原的事情到一段落 我又继续挖着河里的运营 挖了十分钟 一切顺利 可是好景不长 忽然感觉挖到了钢铁 我没管 又继续挖 又一声清脆的钢铁碰撞声 直接阻挡了我的挖道 看来硬挖不行了 这个东西只能从两边挖 我尽量避免之前碰撞的位置 从四周开始挖 可是挖着挖着 却发现 这玩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 我又继续挖四周 都快挖过来 还是没挖到主体 挖了很久 直到眼前的一米中央竖起一根 身子细得大一棍子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看着像根铁柱子 可惜没有水 把它洗干净就能看见了 这造型 怎么感觉像铁管道 我又继续挖 决定把它挖出来 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 虽然这个铁柱子已经露出来一米 但很明显 这根本没到根本 这都挖出来一米半了 还深不见底 到底有多深 我估计三米都不止 这挖出来的都已经快两米了 还是一动不动 我又继续挖 挖出两米 三米 四米 四米了已经 可 要不别挖了吧 我感觉就是一根铁柱子 挖出来也没啥意 哎呀 都挖了这么久 继续挖呗 就是 我们等在这就想看看 到底能挖出什么 放心 我们不催你 你慢慢挖 我就是不吃饭也得看完 我继续向前挖 不然感觉挖起来很吃力 于是我下车想看的究竟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难挖 斩龙剑 剑身总长7.5米 总重3080斤 给 这是啥 不光摄影师想知道 旁边的路人也都纷纷投来好奇的眼神 我刚想解释 物性感知能力又被开启 石铁陨石 重量1.2公斤 价值101万 什么鬼 又一块陨石 什么时候陨石成了大白菜了 这一会功夫都减了两个了 给 这铁柱子到底是个啥 如果我没猜错 这应该是一把剑 此话一出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剑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哦 你说他是金箍棒 我还有那么一袋可能会信 说他是剑不是扯吗 我家里就有一把旱剑 这要是剑我直接给他吞了 我先打个电话 妹 小李 你是来我们学校了吗 没有 亲老 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我挖到一个宝贝 喊你过来看看 真的 在哪 我马上去 我把地址发给你哈 感觉在看悬一句 就算他是剑 谁会把一把这么大的剑插在河底呢 其实这把剑是康熙年间铸造用来阵笼的 因为以前传说洪灾是蛟龙作祟 所以请金一凤铸剑斩龙 剑名字斩龙剑 也叫亮水剑 就算你说的没有问题 我相信你 但是一直拿着那个石头是干嘛的 我拿回去当枕头用 小伙子 你不会是开麻西开傻了吧 哪有拿石头当枕头的 就知道你不信 我都懒得跟你讲 实话告诉你 就这么个小玩意 比黄金还贵个百万 行吧 你说啥就是啥 落草 果然是剑 这么大的剑剑 还是文物 竟然在河底下埋藏了几百年 这剑看起来三千斤大 你那个时候的水平 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呢 真是不可思议 这么大的铁剑抬都抬不动 怎么造 烧都烧不红 更别说锻造了 所有人不自觉地把眼睛看向了 想让我解释一下这么大的剑 以古代的工艺技术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这把铁剑可不是锻造出来的 事先打造好剑膜 然后在剑膜的周边 流出几个小孔 再把融化的铁水 让多人同时浇入 铸造出来的 哎呦呦呦 可真是一件好东西啊 华夏之前可从来没遇见过如此宝物 话音刚落 众人恍然大悟 而秦老也是一点迫不及待 小李啊 这次你可是又立了一个大功 这个宝剑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 为了防止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被氧化 我们得赶紧将它运回去保养 那个秦老 这个东西是我挖出来的 有奖励吗 当然有 我看这铁剑怎么着 也有四五千斤吧 按照上好的铁价计算 就奖励你两万块 说完秦老就叫他的车辆将房间运了回去 我又继续挖着 往前决定的失机 突然荒荡一声 路人赶紧过来看热闹 来了来了 等了半天终于好戏上场 不是 挖掘机挖到石头很正常吧 你们机动啥 你懂过吗 我可以断定 下面不是石头 但我不这么想 因为我通过柴子碰撞了柴子 声音看着 这应该是个石头 而且是下面的石头大的超乎想象 都隔了一米多还能撞我 我继续挖着 慢慢的一个巨大的土龙形石头 上面布满了牛牛 我赶紧下去看个究竟 发现是个石牛 牛背上有一牌子 石牛对石牛 金银万万五 谁人识得破 买进西海府 我没管 想继续挖 将整个牛都挖出来 谁知道 物性感知能力又被开启 会念陨石 证量5.1公斤 价值40万 卧槽 岂不是说今天两三百万到手了 这也太爽了吧 摄影师一脸猛逼的走了过来 刚准备开口 闭嘴 别说谎 什么都别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怎么有这种癖好 爱收集黑色石头 鹅卵石 我家里多的是 你不懂 这是陨石 很贵的 分你一刻 这就是河沟里的臭石头 给我都嫌脏 我又继续启动挖机挖着石牛 忽然想到石牛背上的字 石牛对石牛 难道说 这里有两头石牛 有了心理准备 我再次围着周边去挖 结果挖了牛 还真是另外一头石牛 两个石牛的后背 都刻有相同的字 看来这地方是挖不成了 两个大石头往这一旱 根本没法挖 我只好继续往前看 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继续挖 不知道是今天运气不好 还是怎么样 没挖多久 又听见刚的石牛 竟挖出了一个 类似老虎的石虾 石虎的后背上 同样也有一排排 石龙对石虎 金银翠山扫 华夏宝藏心 民族招牵谷 我怎么感觉 这地方有宝藏呢 对呀 哥哥 赶紧往下挖 我们都想看你挖到宝物呢 石牛和石虎都能挖出来 说明这个地方不一般啊 赶紧挖 我脸色也稍微有点严重 这些字明显暗示着宝藏的信息 我接着往下挖 不一托 就直接挖出来一个石龙飞 果然和前面的石虎 对石虎给对应成 既然挖出了石虎和石龙 那岂不是金银翠山扫 对应着巨量的金银菜品 看样子我这是要发了呀 我继续在石像附近挖掘心 挖了一本 结果都是空军 啥也没有 最后只能探尾气 无奈放弃 这种东西只能说是看缘分啊 我只好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前挖 挖了十分钟 再也没有挖到之前的大石 旁边的围观群众都有点失望 不过突然有个眼尖的群众发现了端倪 你看 泥巴里面好像有东西在上 果然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淤泥里有个不明物体 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会不会是挖到宝藏了 有可能 有点像金子的光 你们不要靠近 小心挖机伤到人 搞不好是个铁片 那就搞笑了 我赶紧下去将它拿起来 突然悟性感受能力被突然开启 胡牛永昌大元帅军印 由李自成铸造于崇真十六年 重量三千克 价值一亿 哎 钱再多没命花 有什么用 小伙子 你手上拿的是啥呢 没啥 就是一块石头 我看他撞我的挖斗 就想来清理一下 啥石头 我们都看到了 就是一块铁 等等 不会是古董吧 是哦是哦 古董可是要上交的 你自己不能拿 我们都看见了 既然大家都看到了 我也没办法 只能把它交出来 让大家看看 嘿嘿 大元帅印 牛不牛 呃 牛牛牛 你小子开挖机开啥了吧 看着大家不相信的表情 我将上面的一把甩掉 结果露出了精硬的全貌 竟是一块金砖上 站着一只老虎 小伙子 这个东西可是在我的工地上发现的 这个东西应该不归你 应该归我 会不会是假的 我感觉也不像 拿在手上那种分量 能看得出来有点重 来给我看看 让我掂量掂量 看是不是假的 这东西价值太贵重 我可不能将它轻易交给你们 我得叫专家过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而在古剑旁边 局长许芳和秦老正在研究眼前的剧集 许芳越看越心惊 这个东西的来历已经弄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西海以前的县制上 有提到过这把剑的来历 确认无误 这一次你可算是给我掌了脸 省博物馆特别喜欢这把剑 可能会带到省博物馆展览 局长 我有个想法 想跟你说说 你说 李大帆你知道吧 知道啊 上次的那些龙泉油 还有大炮 好像是他发现的 对 这把剑的来历也他告诉我们的 真的假的 我个人觉得他对考古方面的知识 远超于我 你这话说的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大发最近的事迹相信您也听说了 我想邀请他加入考古司 并且是以客座的方式加入 你开玩笑吧 考古司哪个人不比他强 他也才二十多岁 那些成为客座的哪个不是业界的前辈 布局长 你错了 就是因为他不是业界前辈 咱们现在邀请他才是最好的机会 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多 他有那么重要吗 就在秦老准备解释之时 忽然电话响了起来 局长 我希望你能尽快考虑我说的提议 我有种预感 你今天再不开口就没机会了 现在他通知我去一趟河边 又发现了一个重大文物 说完秦老毫不犹豫的嘴头就走了 大发 你打电话说挖到个宝贝 到底是什么宝贝 我怎么没看见呢 难道在你的印象中 我挖到的东西都是大东西吗 我将手中的精英递了过去 秦老顿时反应过来 尴尬的笑了笑 我说小李啊 你秦叔叔都这一大把年龄了 为了一个小印章 你让我跑一趟 秦老说的是 是我疏忽了 忽不住 这个小东西就留给我自己吧 算了 就给我吧 我拿回去收藏 秦老 这印章可是价值不菲啊 价值不菲 怎么个不菲法 这个印章可是永昌大元帅的印 价值上印 真的吗 竟然这么贵 你发现上角有功 我申请奖运你二十万 多谢秦老 很快 秦老一行人便拿着精英回去 而我则继续往河道里了 嘿 你看那是啥 铜钱 我看到又挖到好东西了 就赶紧下车查看 错过了就可惜 谁知悟性胆质被开启 希望闪工钱币 世上极为稀有 价值二百七十万 啥玩意 这个小钱币值二百七十万 先单做的吗 我刚想捡起来放进口袋 包工头就过来了 我只好拿出来和他一起看 嘿嘿 捡到一个铜钱 铜币到处都是 又不值钱 那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就是普通的铜币啊 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你再看看这个 刺 这才是 别告诉我是金子 没错 这里还有一个 方黑银子做的 现在你懂了吧 它是铜钱也不是铜钱 秦老拿过钱币一看 上面竟有希望赏工的字样 真的是希望 难道说那个大印 真的是张献忠的 这钱在我的印象中 没有流通过啊 几个人思索了一下 秦老摇了摇头 这个钱可是张献忠 铸造出来赏赐 给有功劳之人的 秦老 你说这个钱币 大概能值多少钱 我感觉应该值不了多少钱 值个十万块是烧高香的存在了 小伙子 这东西居然这么值钱 那赶紧往下挖去 万一挖出来更多的金币呢 到时候奖励都不少了 一听旁边的人提示 我就继续往挖着 不一份 挖出来好一片的金币 刚刚数了数 这里大概有 一百三十多个金币 一个按照十万块算的话 也值一千三百多万啊 我看看这些金币 一个的价值可不止十万 不止十万 可达二百多万 两百多万 可是十万的三十倍 不可能 此时 许局长也过来了 看了看金币 这可是张献中的赏币 存量十分稀少 以前某拍卖行 拍出过三百万的天价 说完 我又继续往前挖 挖了十多总统 没挖出什么值钱 不然 有人又发现了啥 你们快看 那里好像又有一个金色的东西 这句话立马吸引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部都往那里赶了过去 我也知道 这地方容易挖到宝贝 只不过被别人先发现了 于是马上就跳下车走了过去 不用想 这是有896是金子做的 就是金子做的 能换不少钱呢 用手机扫一下就知道了 这华为功能确实强大 我也想要一台 你要换手机早说呗 这个给你 这是最新的能打卫星电话 还能反向充电的华为 麦特60普若吗 小的受不得 你说下吧 反正我也是升级领的 我正要问问你呢 上次你宣传的左下角 有很多粉丝都说没领到 我这就问问 我粉丝说没领到什么情况 抱歉 上次库存不够 这次给您开了全新链接 华为麦特60普若和苹果15普若 麦克斯各加了1万台 作为补偿 放到左下角 现在看到视频的都能升级领 兄弟们这次库存很充足 大家赶紧点我左下角新链接下载 注册看到领取界面后 完成任务 苹果华为喜欢哪个领哪个 你怎么知道是金子不是铜 因为在淤泥里面 您这么久不生锈的 只有金子了 我轻轻地把它拿了起来 虽然上面还沾有一些淤泥 但金子的反光依旧耀眼 金册 明细图 重量30两 嘿嘿 这个东西虽然说论价值 比不上之前的那一堆金币 也比不上那个元帅英 但是价值可不菲 小兄弟你这也太邪门了 我以后要动土就找你来挖 不要钱 倒贴都行 是啊 我自己那边挖半天挖不到东西 你换个地方一回就出货 大方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家族备份表 啊 这不是张献忠的宝藏吗 是也不是 又来 你小子不会又知道 这玩意的来历吧 我说的是实话呀 这东西原本不属于张献忠 但是被他抢走了 你觉得我刚才这话有毛病过 张献忠抢走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张献忠的 没错 那你的意思是张献忠的宝藏就在这里 有可能吧 要不你让施工队来挖挖 别别别 还是你来挖吧 我感觉只有你才能挖出来 换人就不行 此时的许局长突然灵机一动 感觉必须留下我继续将这块风水宝地给发掘到底 哈哈哈哈 忘了呢 第一次加入我们文物局 都会包一个红包的 大发你放心 晚上我就给你补过去 行 到时候作为发掘奖励可得给高一点 你放心 我这身份地位 这么多人看着 还会反悔不成 大方 这册册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你看明白了吗 这个册子上的人物可是很厉害的 这个册册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来的 怎么又搞到朱元璋那里去了 我指着上面的字读了出来 高瞻旗见右 后载异常谣 这几个字怎么读也不顺畅啊 到底什么意思 一股子文艳文 谁知道他说的啥 这是朱元璋在位的时候 为了明确支派和各支派的辈分 所记载的字 这东西明明是朱元璋的 可你之前为什么说它是张献忠的呢 很简单啊 张献忠大部分的宝贝 都是从冥王朝抢来的呗 一阵介绍过后 我又继续开挖 由于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达局地 挖起来就显示十分清楚 果然 又挖出了大元宝的金银器节 最激动的就属青老 哎呀呀呀 张献忠宝藏 挖到了 发财 哦 发现了发现了 我的天 这一铲子值多少钱 上亿有了吗 你再搞笑吧 这何止上亿 我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金元宝 按金城都多少钱了 小伙子 挖鸡卖给我吧 我来过过瘾 我操作盘斗 把上面的金银器件发在死 由于在水里抛的时间太久 金元宝已经通体发黑 但金子打造的器件 却依旧保存完好 闪着光芒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当属那一个个大金元宝 以及地上的一片片金属 我走过去想看看究竟 有没有挖坏 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长沙府天启元年五十两金钉 重五十两 明代最大金钉 横市稀少 价值极高 天启七年金册 重七百三十克 单片完整 极为珍贵 这可是张献忠宝藏啊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从古至今 我也只是在历史书上听说过 今天我居然目录了 这可是张献忠宝藏 从清朝起到现在为止 无数人都去追寻过他的下落 光历史的记录 就有很多次大规模的寻找 总所周知 当年张献忠可是带了 价值三十个亿的宝藏 要知道这个三十亿 还是按照金银的价格估算出的 照这么说 如果算上文物价值 那何之百亿 所以每一个年代的权贵 都下令去寻找过张献忠的宝藏 但都是清一色的无功而返 勤劳忍不住自己的激动 有点语无伦次 真的发现宝藏了 天哪 打发我爱惜你了 卧槽 不好意思 有点情不自禁 你情不自禁 能不能别发把当成对象啊大哥 你抱你们局长去 是我们局长 别忘了你也是文物局的一员 不不不 我可没答应要进你们局 我看着这河道这么快 自己挖也不是个事 那样子得打电话 多找一些考古专家来一起发掘 近视感在讯期来临之前发掘完毕 局长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不用喊人了 岩浆博物馆那边会带一批专家来帮我们一起 可是 这么大一条河 他们来也不一定够吧 放心 这么大个事 肯定会有很多专家要过来的 不一会 就过来了许多的挖机 他们怎么都知道我们挖到张县中宝藏了 老雪啊 老秦啊 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意外 我们都是过来帮忙的 今天可真没白来 你们这啥急 一个一个来 一下来这么多挖机 不怕把宝贝压坏了 看见来了这么多帮手 我也放心了 就直接回去找人把石头给出了 你看图里有什么 听到摄影师的声音 我立马停下挖掘机 直接泥土对旁里挖出一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 这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鼓鼓的 里面不会有一块块的东西吧 你过去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你怎么不过去 我可不想沾上啥不好的东西 工友们看着却不敢打开 害怕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你们说这是啥东西 不晓得 不可能是衣服吧 谁没事干把衣服扔在这里 有可能是嘎东西 懒得买直接扔在这 没错位啊 难道尴尬 听着几人在讨论 我还是决定自己去打开看看 用棍子走到黑色袋子旁边把它调了起来 居然倒出来一打一打红白色的东西 那好像是钱吧 看着像哦 这得多少钱 这么古 发财了 快打开 咱们分了吧 做梦呢你 这钱你敢要啊 想进去采风认机啊你 工友们眼睛都快红了 他们都上来太口要钱 但都被完工头拦住了 小伙子 这些钱你打算怎么处理 别急 我拿起一打钞皮 直接一打给扔了出去 工友们看懵了 咋地了 这钱有毒 你不要也别扔了 多可惜 你们喜欢的话都给你们吧 这话一出 工友们一拨风的冲箱去抢钱 我的我的 给我留一点 我还要回家取其部呢 别讲 这钱咱们不能拿 说不定是赃款 或者是人家丢的呢 卧槽 之前怎么摸着 感觉不对劲 这些钱感觉软软的 我也感觉怪怪的 抽一张出来看看 这上面的字咋不一样呢 天地银行生产 明币 卧槽 大伙快扔了 晦气啊 都输了让你们不要拿 再说就算是真的 你们拿了有可能要采风认机的 我再次开工 随着挖掘机的不断声 不然 崩的一声 像是挖到了什么东西 但并不是很简易 又挖到东西了 白色的 看样子应该埋了没多久 会不会是嘎人 我看电视上经常有人 把嘎人埋在荒郊衣领的 没那么倒霉的 看着不像灯 我继续沿着他的周边 不停地往 很快 他的庐山珍面目 展现在众人眼前 这竟然是一个套着薄膜的 白色大号塑料桶 地下一米深的位置 埋着一个塑料桶 难道是什么化工品 难道是埋的酒 你啥 你家酒用塑料桶装 我感觉像烟采 有没有可能是嘎人 被分掉了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老实说嘎人 你是不是这么干过 我也不默契 直接将这个桶给打探 咦呀 谁这么恶作剧 又是冥币 缺德 不要的话 人的就是了 还找个桶埋起来 真是倒人胃口 大伙别急 这一次可能是真钱 你会把钱埋在野外 我要埋也埋在自家的院子里 我把桶里面 剩下的钱都拿了出来 竟是一捆捆 被交代给固定住的钱 还真是钱 兄弟们 这确实是真钱 但是这一次 我绝对不允许你们再拿了 我这是为你们好 如果这是赃款 你们全都得进去 我的天 这一桶下来 起码几十万吧 谁没事干把钱 埋到这地方 大概率是拦路不明的钱 我要是有这么多钱 肯定天天放银行吃利息 就算取出来 也不会埋到野外 很快 王队也过来了 大发 我还有一堆事要做 你这边又给我安排工作 是不是嫌我工作不努力啊 哪有啊王哥 今天可真不是什么坏事 是好事 不是啥 看着不像文物 也不像炸弹啊 这是钱 我看过了 都是真钱 哼哼 还真是好事啊 你们也过来帮忙看看 数数大概多少钱 于是我们立马清点了这些钱 十分钟后 就数完了所有的 王队 清点完了 这一桶正好是八十万 好 我知道了 我先把钱带回去 到时候看看 有没有人来认领吧 清理了现场后 王队一行人就回去了 我则继续往前挖 不一会儿 就又挖出了一模一样 速到 又是这个桶 估计里面还有钱 上一桶八十万 这也太有钱了吧 公投咱这是分了吧 反正数数也不知道 就是啊 八十万呢 我们一人能分好几万 我还等着赚钱回家 盖房子娶媳妇呢 这钱不对劲 拿了你们不但 到时候全土出来 还要进去 你们确定要拿吗 又过了一半 不断有和之前 一鸣一样的白色桶 被压了走 王宫十了 公友们一拥而上 争先恐后地打开盖子 当盖子掀开的那一刻 大伙都惊叫了起来 真是情 我的天 这钱要不咱们分了吧 我接着往下吧 几产的过后 熟悉的桶又再次出现 什么味道 好难闻 卧槽 这是谁家话词炸了 这么臭 话粪池也没这么臭 这个味道好恶心 好像是什么东西 臭掉的感觉 我想吐 中饭都快吐出来了 不管了 我要去开桶 沾沾才气 我也去 卧槽 是老师 而且还是分开的 一看情况不对 我得过去看一下 谁知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故者 于青 年龄 三十二岁 职业 财务会计 已故时间 七天 已故原因 情感导致 大发 你不是会检查吗 能不能帮忙先看看 我好有个准备 在你来之前 我就检查过了 故者通过头骨和毛发 可以确定是女性 牙齿方面来看 应该在三十岁出头 已故时间一个星期 这个案子手段极其残忍 就是不知道这些情 和故者有什么关联 可以肯定 凶手竟然把东西埋在这里 说明他肯定也在本地 因为这些东西 他根本没法带走 只能选择究竟掩埋 而且 一个星期内 西海市各大银行 取超过八百万的 应该很少很少 只要一调查 就能查到是谁取的钱 小李 你去打电话 通知局里调查一下 银行有没有大额的巨款记录 王哥 你最好派一个人 去观察一下 围观的群众 有没有什么人 表现得很异常 为什么 难道凶手在现场不沉 今天挖到钱的时候 他肯定很慌 根据心理学角度 他大概率 会再来看一下情况 然后跑路 你提醒的对 小李 赶紧封锁现场 一个人也不能放走 没过多久 局里面也来消息 已经查到 最近一周西海市 各大银行 大额取款的人 仅仅只有一位 取款人是女性 安监控显示 是一个男子待去 王队立马感觉到不对劲 打开手机 查看上面的照片信息 王哥 你看这个户主的信息 是不是和固者有点匹配 很有可能 如果照例这么说 那这个男子 一定是有重大嫌疑 由于现场被封锁 群众一阵骚动 其中一个男子神色慌张 想要离开 却被叔叔拦了下来 我要回家 为什么不让我回家 叔叔就不讲理了吗 大伙快看呐 叔叔打人啊 快去报警 这不就是叔叔吗 还报什么吧 王队看了一眼男子 发现镜和监控中的男子 有几分相瞎 便过去询问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我又没犯法 凭什么抓我 没犯法 那你跑什么 你慌什么 我急着回家睡觉 不行了 你知道桶里面的人是谁吗 我跟他不熟 大家听到这句话后 顿时惊醒 不熟 也就是说认识 我们已经查到 你拿着雇者的信息 分批取出八百万 监控已经拍到你了 你还想狡辩吗 男子文言面如死乎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把他带走 下午审讯 为什么要行凶 因为我太需要钱了 最近又迷上了菠菜 所以只能叫女友挪用款项 那你为什么要害你女友呢 因为我种菠菜的缘故 女友要闹分手 所以一气之下 我就走了极端造成了悲剧 但是钱取出来我也不敢用 只能先买好 等风头过了再取 谁知道被他挖出来了 卧槽 摸光啊 快跑 炸弹 救命啊 说好的不挖炸弹 要炸了 三二一 跳 我猛逼了 看着地上的东西 不确定是不是炸弹 也有跟上一次一样闹了个乌龙 刚靠近这个铁疙瘩 悟性感知就被开启 航空炸弹 重量五百公斤 杀伤半径超过一百米 完了 这次是真的 小兄弟 这到底是啥玩意 不会真的是炸弹吧 你不会要把我的工地弄停工吧 确实要停工 我挖到的是炸弹 你们赶紧走 离这个疙瘩远一点 卫王哥 你不会有挖到钱了吧 而这个真没有 那就是文物 不对啊 文物你完全可以给文物局打 那除非老实 还是地雷 是炸弹 五百公斤的航空炸弹 什么 五百公斤 你别吓我 那附近可是有一个小区的 没有骗你 你赶紧过来吧 这东西我看着感觉随时会爆 好 我马上就来 王队立刻跑到陈局长的办公室 局长 偷大事了 这么慌慌张张 是有什么大的案子吗 不是 是一个工地挖到一个炸弹 不是吧 炸弹你也不用这么紧张吧 找爆破人员拆除就是 炸弹有五百公斤 而且外壳已经变形 极度威胁 最主要的是附近还有一个小区 什么 陈局长顿时眼睛瞪得老大 脑瓜子嗡嗡的 你说啥 五百公斤 卧槽 这么大的炸弹 是的 局长 要不然我也不回来找你 自己去处理了 陈局长在原地不停地走 脑子里正在思考该如何处理 走 去现场看看 很快 王队一行就来到了现场 校央 你立刻去通知120 让他们准备四辆救护车 随时准备救援 小黄 马上给119打电话 让他们出警两辆警车 同样开网这个地址 随时准备救火 小方 你赶紧去一趟交警大队 让他们在方圆两公里之内设置路障 禁止任何人靠近 记得要快 小陈 你马上联系爆破人员 让他们派遣最专业的拆弹专家 不一会儿 爆破专家便过来了 这个炸弹我检查过了 隐性坏了没法拆除 而且严重变形 更不能转移 只能现场引爆 不是 我是爆破专家 你还和我说这个 到底是你懂还是我懂 嘿嘿 略懂略懂 不管怎么样 这是还是交给专业的拆弹专家来做 你马上和他们远离这里 别啊 等爆破的时候我再走不行吗 我还想看看呢 你疯了吧你 这很危险的 爆破人员来到弹坑 一看惊呆了 我去 我这辈子第一次拆出这么大的炸弹 咱们华夏这么多年 地上瓦的好像最大也才五百斤吧 这个一看就是五百公斤 任务间巨压各位 一定要小心 不然明年咱们坟头炒得两米高 我特地把吃饭的家伙都带来了 这一次要是成功我回去吹一辈子了 几人都是围在炸弹跟前不停地观察 但都不敢上手 他有创枕 静言没炸 这上面咋还有一个钢印 等 我也发现了 这好像是新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好意思地饶了饶头 我用挖掘机不小心蹭的 这话一出几人瞬间炸毛 挖掘机产的 你现在还能活着真是幸运 话说这个炸弹隐性都没了 没法拆 而且都变形了 早点引爆了我好干活 你一个开挖掘机的来教我们怎么干活 谁给你的底气 小伙子 不懂不要乱说 我们可是专业的 行行行 快点搞 很快 爆破专家也将炸弹研究清楚了 经过我们的研究一致决定当场引爆最为稳妥 这么大的炸弹 在这里引爆会不会炸到附近的小区 我们先研究一套方案 看看怎么引爆最合适 不弄研究了 我说一套方案 你们看可不可行 如果可行就尽快引爆 小伙子 这是五百公斤的航空炸弹 不是炮炸 你可别闹啊 就是 这弄不好是要出人命 我知道你想帮忙 心意我领了好步 我就说出来 你们听 行就行 不行就算了 有那么难吗 行 你说吧 现在炸弹埋的位置也很深的 正好也省了我们挖坑 只需要在炸弹的周边贴满乳化炸药 接上银线 然后再盖上泥室和木板 准备大量的水袋压在上面 初步估算得有六十吨以上 然后呢 接着往下说 这样可以确保它爆炸的冲击力尽可能的往下 不会往天上冲 其次小区这边再建造一堵金属容器墙 保护小区的建筑物不被爆炸物及振动损坏 最后所有人撤离两公里以上 远程爆破 小伙子 你是不是当兵的 专门搞爆炸的 啥玩意 我上辈子定想开动可是十分的专业 没有 只是看过一些书而已 这个方案我觉得可行 我也觉得 只能说庆幸是在郊区 这个方案问题不大 很快 场外就停满了警车 各种措施也准备就位了 此时的指挥现场极为安静 专家就等待按下按钮 确定已经准备妥当了吗 是的 此时爆破专家蹲在地上 手搭在引爆器上 不自觉的有点颤动 头上汗水不停地冒出 五秒倒计时开始 五 四 第一声是爆炸 第二声是地震 所有人耳朵一阵嗡鸣 短时间内全部适从 瞬间感觉到一股冲击波带来的强风吹过 战斗站不完 现场蒙烟滚滚 刚才我怎么感觉地震了 我也感觉到了 没有听到警报啊 我住在三十多层 整个大楼都在晃 吓得我直接蹲地上等死 你们不知道吗 郊区那边再引爆一个五百公斤航弹呢 卧槽 真的假的的 这么大的炸弹 工地里 我继续寻找着自己的挖机 好在挖掘机跟炸弹相隔一百米 而且还有厚厚的土堆挡着 没有受伤 但是上面的玻璃骑户早就不见踪影 只能给老板打电话 让他派人来修 喂 大明星又有啥事啊 呃老板 出了点意外 挖掘机的玻璃碎了 熬下我一跳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你等着哈 我马上安排人去修 对了刚才听说郊区那边 再引爆一个五百公斤的炸弹 我在家里都感觉到地震 你那边没事吧 啊 没事 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 弄出这么大个炸弹 弄得全程戒备 我还以为有杀人犯在跑路呢 害得我都不敢出门 啊 老板 这个炸弹是我挖出来的 刚才还在想 除了你之外 还有人能这么狂 难怪你跟我说玻璃碎了 我你马哥呀 祖宗 咱悠着点行不 别哪天把你自己给做死了 老板 尽快喊人休 这边已经彻离警戒线了 下午估计还得开工呢 大爷 祖宗 还去那里 咱换个地方吧 那里的工程咱不接了 你还是去挖田吧 田里面安全 没办法 只能听老板的安排了 我直接来到了一个田里 进行土方移除 小伙子 听说你到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出事 今天早上乌鸦在我房顶叫 不会真的出事吧 哪有那么巧的事 只是运气不太好 这回在你的土地上 肯定不会出漏子 得曾 希望这次真的别出漏子了 不然可好不容易报个工地 别把裤衩子赔进去了 我直接启动挖机 就是一顿操作 不到十分钟就通到撞击的声音 不是石头 像铁皮的感觉 你是鬼吗 真挖出来了 现在还在泥土下面 并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说不定只是一块普通的铁皮 我尝试着从旁边开始挖 又有撞击的声音 你你你 还说你只是运气不好 别急啊 说不定只是石头呢 我换个方位挖 谁知又是当的声音 我就不信了 我再挖 救命啊 跟和你一起开挖机 不光有闲阵 但是我怕没命化 哥们 不是 这挖机开枪 你是怎么做到的 挖斗不怕子弹 我们怕 我们跑出200米后 阿线没什么动作 才敢回去看看啥情况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把冲锋枪 MP18冲锋枪 自由枪机室 枪重4.1T千克 射速400发每分钟 射长150米 快叫叫我怎么用挖掘机开枪的 我们也想学学 我看到图里面的冲锋枪 有点疑惑 我也没学过挖机 更别说这种老手式的微操了 我只能慢慢过去拿起它 原来是这样的 其实也不是我要故意开的 是因为当时的人为了设置陷阱 用绳子绑住了扳机 我不小心移动了它 才走得火 套了 上来就来个大家伙 看样子你老板真的是倒了八辈子没呀 别把我这里搞停工 到时候损失你赔不起 什么意思 我赔不起 我当然赔不起 我老品赔 行了行了 不和你这样嘴皮子了 赶紧吧 别耽误了工期 呃 是风景观嘛 我这里挖到了东西 大厂面见多了 这个小厂面我就没什么过的 于是就继续往前挖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这里面肯定还有好东西 果然 挖着挖着 又是钉的一声传来 不会有事想吧 听着声音有点像 我再次挖了下去 只见一个圆柱体的小铁土被挖了上 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把它放地上 为啥子 要放地上 又是啥危险的东西不成 我感觉可能是好东西 毕竟装在这个罐子里面 不会是什么怪东西吧 放地上我用挖机砸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说的有道理 那就听你的 我用挖豆浆铁管子 众人一看都激动不已 金桃 全是金桃 放财了 快呀 算周围没人 大家一人起快分了 分完就走 那拿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干活了 还干什么活 哈哈哈 房子车子都有了 正好把这破手机也一起换了 能不能有点出息 有我在还想着买什么手机 真的假的 这么多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还是不信 你看这是左下角厂商给粉丝的发货名单 都是上一波活动粉丝们领导的 正好我左下角这次有全新链接 名额刷新啊 你试试去呗 我这手速慢 能抢着吗 放心吧 都一人一份的 只要认准我左下角下载好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而且现在左下角更新鬼服版本之后 升级太快了 一人霸占一个服的资源 挂挂机升升级 苹果和华为轻松到手 行 我去下载试试 你就点左下角链接 下好注册 看到领取界面后 记得找客服备注地址啊 我说 你们难道不知道 地下挖到的要上交的吗 众人一看情况不对劲 立马狡辩吗 我们这是刚扒出来的 没想着私藏呢 累了我们刚才还扒到一只枪 你看看 冯队长 这好像是冲锋枪吧 没错 是冲锋枪 应该有些年头了 小林你去看看 那个铁桶里是什么东西 好的 冯队长这里面有好多金条 旁边的农场主眼睛都红了 他真后回报这个景 不然今天他就发财了 好像冥冥中自有天意 这些金条你们是要打算买起来吗 是不是来路不明了 哎 统统带回去调查 长官 长官 你误会了 这个是我们在地里面挖出来的 不是来路不明的东西 哎 竟然是这样 那这冲锋枪也是和金条一起挖出来的了 是的是的 不过这黄金是在我的这块地心挖出来的 应该算祖传的吧 讲道理应该是归我吧 你说的对 这冲锋枪也是你这里挖出来的 应该也算祖传的吧 那你是不是要采缝运气 不不不 长官 我错了 这里的东西都不是我的 行了行了 金条和冲锋枪我先带回去了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到警局来找我 收队 冲场主苦着脸看着走远的警察 一脸沮丧 不过又突然灵机一动 眼前一亮 小伙子 等警察走了 你再挖哈 搞不好下面还有金子呢 你确定他们走远了没有 别到时候真的说不清了 没事没事 出了事情交出来就行 没注视我们几个就分了 听到冲场主这么一说 我也忽然开朗了 立刻启动挖机就是 谁知道刚挖没多久 只有听到冰的一声 老板又挖出东西了 别说话 看看是不是金子 什么别说话 还等什么 直接过去翻啊 说完 大家就一窝蜂地冲了过去 找到了 这玩意怎么看着像手榴弹 手榴弹下面没这么短吧 小心点 先洗干净再说 清理完上面的泥巴 这个东西的庐山真面目就显现了出来 我去理大爷的 谁都把啤酒瓶子扔在这里了 估计是以前留下来的吧 什么破玩意 赶紧扔了 我急忙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谁知悟性感知能力开启 元代琉璃瓶 材质 琉璃 五大名气之首 颜色 清理价值高于黄金 这居然是个元代的文物 而且还是琉璃制作的 没事 说起来 应该没人在意 小伙子 别愣着了 赶快接着挖 我继续往下挖 挖了十几分钟挖掘机又挖到了 一个正方形的箱子被挖了出来 兄弟们 愣着干啥 赶紧冲啊 上去打开它 这箱子可真其实根本就打不开 小伙子 还是用你的挖机给它砸开吧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室 不敢动自己的挖斗 小伙子 你到底咋回事 打开啊 你不想火了 自己去开吧 别来害我 伯社 你这叫什么话 我刚才还关心你来着 你怎么诅咒人呢 你赶紧去找个小一点的工具来 我怀疑这里面是排击泡泡弹 卧槽 不是吧 真的假的 别吓我啊 如果这里面真是排击泡泡弹 刚才我一铲子下去 你们现在可能都躺满满了 你现在还觉得我在诅咒你们吗 这 老板我去拿工具 好 我也想看看是不是泡弹 吓死人了 很快 我们就将箱子给撬开了 大家一看都吓得往后直吐 不由的冷汗直冒 这要是真惨下去 我们现在估计已经隔屁了 好险啊 是啊 想想都后怕 真倒霉 之前都被叔叔拿走 这些全留给我没有毛用啊 老板 你还是再打一个电话报警吧 这东西咱们处理不了 海基炮炮弹 你们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警官 我是这里的农场主 能和我说说你这边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为什么总能挖到这些东西 这里以前是一块沼泽地 去把炮弹收起来 我们先原地观察一会 我怀疑下面有可能还有更多装备 小伙子 接着操干 接着挖 我又控制铲头继续往下 很快露出一根长条状的东西 曾 又是枪 这地方难道以前是战场吗 我的黄金呢 再也挖不到了 有谁认识这是什么枪 警官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98k 没想到你还懂这些 刚才这些炮弹也是你发现的吗 是我不小心挖出来的 小伙子 你继续挖吧 我估计下面可能还有这一类的装备 正好你懂 让你挖我也放现 我继续挖着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没出意外 果然挖出装备 其中的铁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这是啥 水管 谁家用这么粗的水管啊 鬼知道呢 我还以为是大炮呢 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一个排击炮的炮筒 哦 排击炮 这应该是跟刚才挖的那个炮弹是配套的 只可惜炮弹还在 炮筒连架子都不见了 原来是这样啊 照你这么说 我这工地是要停工的节奏啊 没办法 谁叫你遇到我了 我专门给客户谋福利了 我知道了 你老板就是杨老板对吧 完了 我中了 怪异的是发生到我身上了 你听到的都是谣传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是一个正经开挖掘机的师傅 说完 我又继续挖着 嘿 你这又是挖到啥了 看着像一个石墨呢 挖上来放我老家墨豆腐不错 依照我的经验 出现石头应该价值不符 所以赶紧下车查看 谁知悟性感知被开启 独山大玉孩 才知独山产黑至白张预料 价值五千万 好大的石头 这可能是文物 这不是文物 这分明就是一块大石头做的农具 那这是墨布 这哪是墨呀 这明显就是猪盆 用来喂猪的 你正好可以拿回去用 行 那个老板 这个就给我拿回去喂猪了 不行 这可是我田里面挖出来的 这东西就是我的 再说了 你就算要拿回去也点买吧 要钱的话就算了 我不要了 免费送给我我倒是打算拿回去 没事 这次哥给你买 这个石头盆子多少钱 不说多了 好歹也得 也得两千块钱吧 两千块贵了点 我看这样 一千五 石头我们自己运回去 省得你用车送了 行了吧 行吧 那就看在你诚心诚意要买的份上 那就卖了 谈好了价格 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将这个大文物 运到了摄影师家的猪圈 藏了起来 好了 开始喂猪 赶紧将猪食到里面 试试效果怎么样 猪吃了会不会兴奋 然后就能多整些蛇肉 这样就能卖得贵一点 可以 还是你聪明 我马上那些猪食倒进去 很快 我们拿了些猪食放到猪盆里面 猪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也赶往了田里面继续挖住 冯队长 你俩怎么还不走 东西都挖完了 你以为我想留在这吗 鬼知道你一会又挖出什么东西 赶紧的 接着挖 没办法 我又接着往下挖 不出意外 又挖到一个原柱体一样的好东西 又是一个迫击炮 只不过这个炮筒好像有点粗啊 这么大的藏筒已经露出来了 铲子应该很轻轻就能把它弄出来 这到底是啥 难不成真实水管 我估计有可能是大炮 对 前几天还整出一个大炮 我清楚的记得它长什么样 这个好像更大 大家一直猜着 我也继续往下挖上 果然 一个巨大的榴弹炮出现在众人眼前 卧槽 这可比我上次见到的那个大多了 这是什么大炮 不知道 这东西 我得请示一下局长该怎么处理 喂 陈局长 我这边发现了一门几十年前的大炮 得安排一些人手过来帮忙 啥玩意 大炮 怎么还有这种东西 那来的 挖掘机挖出来的 真是稀奇 行我知道了 我马上安排一些人手和拖车过去 不一会儿 摄影师接了个电话 发现他表情严重 心里似乎十分慌张 怎么了 出现什么情况了 听村里面的人说 我家的猪都死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什么情况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赶紧回去看看 早点回去给猪人公呼吸兴许 还有希望救活 我们立马赶回了村里 毕竟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来到了猪棚 果然发现了一地的死猪 摄影师连忙上去 想给猪做人公呼吸 被我息事制止了 看样子这些猪已经没有救了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晚了 那可怎么办 我家了就靠自己投猪赚钱 平时直播也不怎么赚钱 晚了 生活没盼头了 你不用担心 猪没养好不是你的错 但是我知道这些猪是怎么死的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家一圈也养过猪 不是的 我猜可能是我们用这个石头 猪盆装猪是导致的 什么情况 这也能让猪死 你看这个猪盆像什么 看起来像够晚 对 这个石头盆子确实像个晚 再加上这些猪的症状 基本可以判定猪死中毒导致 这个石头盆子 居然能让我家的猪中毒 这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你知道这个盆子 以前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它以前是被人用来装酒的 后来又被拿来装咸菜 难道和这些东西有关联 对啊 你要知道 咸菜烟久了 可是会压硝酸盐抄表 以这猪盆没洗干净 就是压硝酸盐把这些猪给堵死了 那可咋办 猪都死了 救不活了 没关系 这些猪我看就扔了 多少钱个帮你出了 相当于赔偿你的 这个石头盆子 我到时候想办法给它扔了 可以 你太好了 我得好好感谢你 到了晚上 我看着挖机就来拉这个事 这是摄影师也过来了 可以 干嘛晚上了 白天不能拉嘛 晚上无期嘛黑的 这你就不懂了 白天拉的话 被人看见了 到时候又被拉回去喂猪怎么办 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说的有道理 可以 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你今天家里猪死光了 应该很悲伤 好好休息吧 很快 我就将石盆拉到了白宝家自己 把老板叫了出来 老板 这个石盆你开个价 看你识不识货 要是识货的话 咱们就爽快成交 不磨叽 小伙子 我看你就是想钱想疯了 这个不就是农村用来腌菜的石盆吗 能卖个什么价 老板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一个千年难得的好东西 要不你拿东西检测检测 如果是个好东西 错过了反悔可来不及啊 老板一看我也是个经常卖货的人 就拿出探测器检查了一番 立马震惊了 小伙子 这玩意可不是石头啊 这是独山石啊 那老板 看这个石盆能值多少钱 价格合适就出了 虽然是独山石 但是在我们这一行看来 也值不了多少钱 这个东西还是看年份 那老板仔细看看 这个东西年份老不老 老板仔细上下等了一会 想继续忽悠我 以低价入手 这玩意看着好像是刚被猪填过吧 也就是说这玩意刚从猪圈里运过来的 应该是普通的猪盆 就按独山石价格 无瓦快收了 老板 这玩意你再看看他的雕工 是哪个年代的 而且我可是知道他的年份的 小伙子 你知道他的年份 那你能说说他是哪一年的吗 这个东西可是元朝忽必烈历史五年雕刻 而成的大酒 世上独一无二 绝无仅有 你说他值多少钱 小伙子 竟然你这么识货 我也不遮遮掩掩了 这东西就是独山大玉海 由整块独山玉雕刻而成 所以价值十分珍贵 你打算什么价 五千万 这么贵 不过我现在没这么多现钱 先找朋友借一下 看看能不能买 喂 陈老板 这边有个大货 能合伙搞一下不 是独山大玉海 要价五千万 什么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大货 而且只要五千万 先想办法搞到手 你放心 我有路子出掉 嘿嘿 小伙子 你看能不能便宜一点 三千万 钱立马打过去 什么 你只砍价砍一半 那不行 我找别人出 小伙子 等一下 三千五百万 你看行不行 不行 三千八百万 行的话就给你转过去 我从口袋把瓶子拿出来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个瓶子加这个玉海 一起四千万 行就行 不行就算了 好 小伙子 你是个爽快人 就这样成交了 转过去了 第二天 我继续来到这块田里面挖掘 榴弹炮早已经被运了 而我则继续往下面挖掘 什么情况 竟然挖到坦克了 我去 真是火酒舰 第一次看见田里挖出来坦克 有点小激动 这坦克一看就知道是二战时期的坦克 而且还有点粗糙 看着像小日子的 我看到这玩意真大 赶紧过去瞅一下 谁知悟性感知被开启 小日子九五式轻坦 重量七吨 以害人数八人 没想到这辆坦克居然还有这么高的产级 不可饶恕啊 我看这辆坦克极具研究价值 要不还是请门误区的人过来拉回去做展览用吧 确实是个好办法 这坦克在我田里面挖出来的 我现在上交了 是不是有相应的奖励 你说的对 五百加解极 还请你不要嫌弃 瞧你那点出息 这样就被收买了吗 我给你一千行过 那也不错 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这坦克 我决定好好发挥它的价值 冯队长 这辆坦克可是很危险 刚刚挖的时候 还不小心自己开了一炮 说明它十分危险 你说的有道理 首先别急着运回去 排除危险才是最重要的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然有 不过可能要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了 需要给坦克进行全身检查 很快 大家就捣来了泥土 土砖和石灰杀的准备就绪 我也给挖机换上冲击桶 直接对这辆坦克进行贼方位 炮管就被拆了下来 这炮管这么硬 我拆了半天才拆下来 想必一定是高科技材料吧 扔进炉子融了 到时候好分析分析成分 把炮管扔进炉子之后 我又把坦克炮塔拆了下来 这个炮塔也扔进去融了 成分肯定和炮管不一样 好好研究研究 大家火加把劲 火烧大一点 到时候别耽误了工期 我这工地这次应该不会停工 我继续将剩下的部分给拆减了 坦克深压 轮胎 铝带啥的盆 也扔进了炉子里面 怎么样 这个炉子应该装得下吧 肯定能装得下 再来两三辆坦克都能装得下 炉子里面啥情况 不清楚 看不清 太亮了 用手机拍一个照片不就可以了 啥情况 你换手机了 对啊 我左下角刚领的呀 之前不是和你说过 真有啊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你看这是左下角厂商 给粉丝的发火名单 这都是上一波活动粉丝们领导的 我的苹果15就是左下角领的 你要不 还能有我的份吗 你运气好 正好我左下角这次 有全新链接名额刷新了 你下载先抢一台华为Mate60 还有不限量保底的iPad和4000台苹果15 还都是高配奥 只要看到视频的都能领 这么好 当然了 都一人一份的 点进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 开局神器选择上古神剑 自带剑气 剑剑清平 挂机一天能升300多级 苹果华为轻松到手 快得很 我这就去 第二天 炉子就有吃 我们把炉子打开了 叫来了收废品的过来 刚刚撑了一下 总共是一万三千顶 按照一块预金的回收价 总共一万三千块钱 大伙之前怎么分 不可能都归农场主一个人吧 为什么不能归我 这是我田里面挖出来的 可不就是我的 融化这个坦克 大家都出了不守力 我们也该分一点 确实 我建议平分 分完我就去下一个工地挖了 不然你这工地也得停工 农场主想了一下 为了工地不停工 就只好妥协了下来 行吧 那这些钱大家分了吧 分完钱 我就回家了 打了个电话给老板 喂 又怎么了 老板 那个田里面干不下去了 农场主不让挖了 所以我回来了 麻烦再安排个活干呗 哦 这样啊 没事 我这边好几个工地空着呢 正好缺挖机师傅 我按照老板给个地址 到了工地 老板 就是你要在这里挖个池塘是吧 小伙子 你怎么开这个没玻璃的挖机过来了 你老板真是有点抠门啊 没事 这挖机跟着我很长时间了 开习惯了 突然换了的话就会不习惯 行了 别说废话了 赶紧挖吧 我二话不说就开始了 不出意外的吧 就要挖到好东西过去 拍东西 摄影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可以 快看 好像是文物 只见泥土里正埋着一个白色瓷瓶 看着像青花瓷 我没有犹豫 直接跳下车走了过去 谁知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名相合 年代 明代 李汝杰夫人的遗物 我还以为宝贝是手中的瓷瓶呢 结果仔细一看 居然是地上的两个啤酒瓶盖 哥们 你手上拿的是啥 是青花瓷吗 不会是文物吧 确实是文物 你们知道我手上的瓷瓶是什么年代的不 清朝的 唐朝 你们都猜错了 这玩意可是东汉的 你真能扯 东汉哪来的青花瓷 都不对 这应该是近几年的 你们谁要的话就拿走吧 去他大爷的 我还当是个文物呢 那你手上拿的是啥 啤酒瓶盖吧 好 那赶紧干活 别耽误了工期 耽误了工期要赔钱的 我继续挖着 不然感觉不对劲 这个银箱和可不可以真的当啤酒袋 你们先帮忙看一下我的挖机 我肚子有点痛 先去上个厕所 我立刻赶到了百宝寨 老板 我这里又搞来了一个好东西 小伙子 又有啥好东西 快拿出来让我好好抽一抽 我将银箱盒拿出来给老板看了看 你看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不就是啤酒盖子吗 这也能拿出来当文物 这回你可能就是真打眼了 你错了 这个东西你仔细想想 和什么东西很配 老板仔细想了想 突然眼前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说 这个东西是和前段时间的 那个圆带琉璃瓶是配套的 没错 就是和那个圆带琉璃瓶配套的 所以我打算再将这个盖子 一起出售给你 很快 百宝寨老板将琉璃瓶拿了出来 你先试一下 看能不能盖上 这个居然太大了 盖不上 莫不是说这个盖子不是配套的 老板 你别急 可能是另外一个小一点的 我这里还有一个 我拿出一个更小的 装个上子 原来如此 果然是和这个瓶子配套的 简直是严丝和缝 小伙子 打算多少钱出这个盖子 老板 这个瓶子其实不太值钱 盖子才值钱 上个瓶子大概五十万卖你了 这次盖子怎么说也得一百万吧 行吧 一百万就一百万 成交 以后常来啊 我卖完宝贝后 立即去银行查了一下余额 发现自己账上已经有不少存款了 这开挖机也太挣钱了吧 以后赚的足够多了 开个挖机培训学校 那岂不是躺着赚钱 简直就是美滋滋 我回到了宫底 拿出了另一个银香盒给公友们看 你们看 我挖到了啥 这可是文物 啤酒瓶盖吧 这可不是什么啤酒瓶盖 这是真的文物 是香盒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我家里这种瓶盖多的是 颜色还比你这新 这要是文物 我当场给他吃了 我说的 老哥 我劝你还是收回那句话 不然这玩意你吞下去还得拉出来 毕竟这是文物 你不能私吞的 你不会是想说 它是盗墓贼当啤酒瓶扔的吧 你还真说对了 这东西估计就是盗墓贼 当成啤酒瓶盖给扔掉的 你怎么知道 它不是啤酒瓶盖的 其实如果你拿啤酒瓶的盖子 来仔细数一下 你会发现啤酒瓶的盖子 一共有21个皱子 但是这个香盒只有19个 行了行了 万一是小啤酒盖呢 那皱子不就少了吗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 你是人吗 大家不相信 那我就放心了 要是大家都能看懂的话 我还怎么简陋 于是 我就继续放心地往前挖着 棺材 娜娜 那好像是一口红色的棺材 不会有鬼吧 什么 这也太吓人了 这么连个墓碑都没有 老子开挖绝机 十年也没他这一天挖的东西西极 这棺材看着连带像是近带的 我将棺材周围清理干净 并且将其完全挖了 所有人都惊到了 特别是工友根本不敢靠近 我毕竟见多了这个场 就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小伙子 你到底是怎么挖的 就这么挖的呗 难道你还有其他特别的挖的 挖些淘淘罐罐也就算了 你这挖出来这玩意 我希望别给我工地挖停工了 这个棺材看起来年代并不长 最多也就几十年 这东西可不能放在咱们这里啊 这谁敢在这干活啊 吓都吓死了 还是开了吧 看一眼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交给当地叔叔处理吧 就算我们不管它 它也不可能继续放在这里 好 那我就把它打开看看 我慢慢一开棺材的盖 里面的东西就慢慢显露出来 只见里面是一副枯骨头和随葬衣物 为了抢先一步 我立马跳下车走了过去 谁知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黄钻子袈裟 年代 清末 乾隆皇帝的果实布 我一把将这块布料扯了出来 把它放在挖机的基盖上 擦了紧下基盖 哥 你这是要干嘛 没事没事 挖机机有点脏了 擦一擦 卧槽 这嘎人的东西你也要 这有啥的 现成的东西 不用白不用 赶紧把棺材弄走吧 放在这谁还敢干活 也是 这东西放在这里感觉是有点灰气 到时候别把工地搞停工了 包工头立马将挖出来的这些东西 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安全了 这次应该可以正常开工了 我也继续往前挖着 忽然 一声撞击的声音 感觉挖到了石头 以我开挖掘机20年的经验 这声音绝对是挖到石头了 难道是宝石 有没有可能挖到了矿石 咱们这下面是一个矿外 看着像一个墓碑 难道是刚才那个棺材的墓碑 大概率是的吧 不然这块石头出现在这里也太巧了 那边到底啥情况 能看清过 实在不行拍个照我瞧瞧 哎 你说华为P60扑弱从哪来的 左下角拿的 一分钱都没花 拿的 我正要问你呢 之前那些左下角我去下载了 上线连拿取界面都没有 更别说有什么华为P60扑弱了 我看看 你下的这个都不是福利专服 怎么可能拿到华为P60扑弱 我也是去应用商店下载的 有官方认证的呀 应用商店下载的和左下角一样吗 左下角才是官方专属的福利链接 苹果15扑弱麦克斯跟华为P60扑弱 只有这里才有 不然去应用商店下载 岂不是人人都拿到了 人家厂家又不傻 那你教教我怎么拿 认准这条视频左下角 专属福利链接下载 上线就能看到拿取界面 升升级苹果15扑弱麦克斯 华为P60扑弱 轻松拿到手 我二话不说 直接走了过去 谁知悟性感知被开启 天文图 年代 南宋 材料 青石板 价值 国宝级 完了 这玩意可不敢乱来 喂 是秦老吗 发现大宝贝了 哦 这是一块石碑 上面还有天文图 莫非这是一块天文石碑 这可价值不菲啊 秦老 赶紧把这个碑运回去吧 因为这个工地还要继续干活 你们待在这里也不方便 行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想要点补偿 没问题 奖励你十万块 一番交流后 秦老一行人将石碑运 好了 好了大家先回去吃午饭 下午再接着干活 我也趁着午饭时间 赶紧来到了百宝斋 老板 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价值不菲 能和我说说为什么吗 这个布料我看着虽然是丝绸 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没错 这个布料确实不是真正的宝卧 这话直接把老板给打懵了 到底是啥意思啊 听不懂了都 听不懂没关系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东西世上独一无二 说来听听 当年孙电英用炸弹炸毁乾隆瓷洗淋墓的事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知道 当时墓里的文物全被洗劫一空 就连那些书画孤本也全部被毁 你不会是想说 这个东西跟那个灵墓有关吧 是的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当初乾隆的尸骨被扔到臭水沟之后 另外一样东西也扔了进去 什么东西 那就是乾隆的果实布 莫不是说这是乾隆的果实布 没错 不过确实也像 这布料是克斯工艺 已经失传了 没想到今天竟然让我在这里看到一件 而且这块布里面可是还有一件宝卧 里面 你是说这个黄段子里面还有加层 是的 我将这块布料小心翼翼地剪开 一个个文字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哦 这是陀螺经 也就是说这是一件经过开光的直经陀螺泥经被 你打算多少钱出售 我也不卖关子了 就是这个书 十万 哦 一百万 成交 精彩 我这开这个店 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 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就卖给我 我肯定给你十分高的价格 下午 我又回到了工地继续套了 挖机又是一身脆弦 我直接将气勾了出来 这是啥 看着像矿石 可这么感觉奇形怪状的 有点像烧过的铁渣 你这么说还确实像 这是个铜铁渣 照你这意思 这个铜 不是天然的 是人练过之后丢弃的 应该是吧 我又回到驾驶室之后继续开始了 结果这一个地方又挖出了十几个这样的铁渣 兄弟们 这光卖铜都发财了 就得有几千金吧 可是这废铜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也不敢乱卖啊 我接着往下面挖 不一会 又挖出个小东西 这竟然是个陶器 谁把陶罐扔在了这里啊 我没办法 只能继续挖 可是挖着挖着又挖出个铜矿石 接着又挖出个铁矿石 哥 我怎么感觉这里是个打铁铺啊 不然哪来这么多铜矿铁矿的 再加上有个陶器 应该是装水用的吧 我感觉应该不是 为啥 因为如果是铁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铜炸 不应该是铁渣吗 再说了打铁铺用的上这么多铜吗 虽然看得下 但应该不是打铁铺 那到底是啥 不知道 我在挖挖看 没过一遍 当的一身盘来 坐在大火又以为挖到铺铺之后 我却在室里挖出一个耙子 怎么还有耙子 这玩意完全不大鞭啊 难不成打铁的时候 还用板子去扒一下彩虹 真说不过去 我看见东西都比较普通 于是也没管 就继续往下挖 哥 一看彩合伤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我一看这东西比较小 好拿 于是就立马下车查看 谁知悟性感知被开启 六田 类型 货币 年代 新潮 材料 铜 小伙子 这到底是啥 这是一种铜钱 铜钱 还真是铜钱 这下面不会有更多铜钱吧 赶紧往下挖 我坐上挖掘机继续挖 仅仅是挖了一分钟 又挖出几十枚铜钱出的 接着又感觉挖机缠口挖断了什么东西 我立即将其挖了出来 原来是个陶母犯 我继续往前挖着 坑也被越挖越大 突然感觉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挖斗 有种使不上进的感觉 我家大油门 终于将其拉了出来 我去 上面好多钱 兄弟们 发财了 头皮发麻 这下面到底有多少钱啊 我的小心脏有点扛不住了 工地停工就停工吧 反正我把这些拿去卖了也能发财了 快快 大货拿铁锹一起挖 一看到这种情况 我立马感觉事情不对劲 你们先别激动 这应该是一个古代的筑钱房 这些铜钱都是半成品 不值钱 而且你们拿了的话 可是要采缝纫机的 啥情况 你挖出了一座铜钱山 喂 局长 我这边挖到了大量的铜钱 现在急需要人手帮忙 能不能调点人过来 好 没问题 我喊两个人过去帮你挖 我这会还有事 不方便过去 先挂轮啊 别挂别挂 别挂呀 怎么了 大惊小怪的 不是 你最好安排十个人 不 最好二十个人 再叫两辆运输车来 陈局长听猛了 你说啥 二十个人 两辆运输车 你不是挖到铜钱了吗 难道挖到铜矿了 是铜钱 可是我们好像挖到铜钱山了 至少几千金 过草 几千金 你别忽悠我啊 你告诉是什么年代的铜钱 我忽悠你干啥呀 应该是往往时期的新铜币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陈局长立马带着两辆车来到了现场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铜钱 目前还不知道这些铜钱有多深 要不咱继续往下挖 我真傻了 这要是拿去卖不得好几个月 就是不知道这年在一起的铜钱还能不能分开 它不算是钱 只是一个文物 兄弟们 我特么废了呀 看个钱都能看出密集恐惧症 难道我这辈子就跟钱无缘吗 我挖了近一个小时 更多的铜钱被挖了出来 我也好奇这个铜钱山到底有多大 于是下车走了过去 谁知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金饼 年代 汉潮 重量 250克 什么玩意 收起来再说 我又接着往下挖 谁知摄影师眼睛一亮 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可是不是金子 是金子 刚才在这里看到过 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千万别告诉我下面还有很多金子 我可没说呀 一会挖了才知道呢 那你赶紧往下挖 别到时候金子暴露在空气中太久了 生锈了 我一听金子会生锈 感觉有道理 得赶紧想办法 急什么呀 我还得等你们把这些铜钱弄走呢 不然不好挖呀 行 我尽快弄走 可是这些铜钱已经连在一起 没法分开 如果分开容易破坏物物 只能整个的搬走 我趁他们运铜钱之急 来到了摄影师身边 哥 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给我说说呗 你猜 哎呀 咱俩啥关系啊 你都不告诉我 哎 我一直把你当哥 你就这样对我的 我怀疑铜钱下面还有一个宝藏 瓦特 这么夸张 下面还有宝藏 你看我手上是啥玩意 什么 你这么把铜块给藏起来了 这哪是铜块啊 这是一块金饼 金饼你知道吧 很值钱 不过 我打算送给你 啥子情况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要送给我 别客气 这块金饼就当上次的筑钱了 谢谢哥 我以后就跟着你直播 和你混算了 铜钱运走之后 大家就开始寻找起金饼了 那还等什么 从哪儿啊 我估计如果有 应该在这下面 好 所有人先停下手中的工作 一起到这边来吧 众人纷纷拿着铁烧过来看水 许多人一起挖 比我挖掘机要安全很多 快看呐 我挖到一个金饼 我的天哪 前山还不够 真有宝藏 给我一个就笑死了 哎 为什么我之前就没想起来到这边挖 好可惜啊 醒醒吧 你要是能挖出来 就有鬼了 不光是工友 所有专家都激动地颤抖 万一真是王王宝藏 那可是一百多吨黄金啊 看 我也挖到一个 我一个还没挖到 哈哈 我挖到三个了 狗死鱼 我才两个 一个个凡二赛 瓦特 我挖到一堆 哪呢 瞅瞅 快快 大火加把劲 这下面好多金子 这下面不光有金子 而且还有金碗 金佛像啥的 由于阵势太大了 市里面的领导都知道了这个地方 周馆长也来到了现场 大家先静一静 平一下手中的火 我们周馆长有话说 这克斯王莽暴脏 他们的价值和数量都无法估量 都是定级文物 可以把他们放在西海寺暂乱 不行 西海寺的博物馆 承载不了这些 说的有道理 那么可以直接在这里建一个博物馆 你们绝对怎么样 名字就交大法博物馆 此时别说他们 就连我自己都不可置信 我 建一个我名字的博物馆 别啊 你还是给我钱吧 我比较务实 魔术不给你降力 那得以死死这些文物 我们都不呆走 就留在这里 我们这边在降力 你一百万 你绝对如何 那感情好 对了 用我的名字 不会出社找我算账吧 不用你胆子 这的博物馆里 转门暂烂你挖出的文物 好嘞 没问题 对了 钱啥时候给我 我到时候请你们吃饭哈 下午 事情到完后我就回家了 打来的电话给老板 喂 老板 有没有活干 我那边活干完了 什么 你说你那边的活干完了 我怎么没听包公头说干完了呢 对了 包公头电话也打不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板 包公头我也不知道他去那了 可能是下落不明了吧 行 你别急 挖机我马上叫人给你修 修好就去另外一个工地继续干活 我现在心情好得很 第二天 我信心满满的来到了目的地 二话不说就是开挖 谁知才挖半个小时 就挖出了一个东西 哥 你看那是啥 看不清 没办法 我只能跳下车去看个究竟 谁知悟性感知能力被开启 战国水晶杯 战国晚期水晶气宁 价值连城 这不是以前喝啤酒用的杯子吗 居然还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小伙子 干嘛呢干嘛呢 拿着个破瓶子在哪儿看半天 还要不要干活了 别耽误了工期 好的好的老板 这个破瓶子别被挖碎了 到时候扎脚 我把它扔垃圾桶里面 将这个水晶杯藏好 我继续若无其事地开着垃圾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把它拿到了古玩劲 小兄弟 来买古董吗 我这个前不久出土周朝青铜杯子 你看 上好的青铜袖 绝对物超所值 保证是个老物件 原价一百万 现在只要十万 什么 十万 这么便宜 那我多买几个能不能更便宜一些 如果便宜那我就多买点 小兄弟 你可真是太识货了 你要是买得多 我六万一个出售 您瞧 我这还有二十多个一模一样的 老板 你这么多古董 而且长得还一模一样 你确定是古董 还是周朝的 那当然 我亲自去周朝做的 你真心想要 那就五万一个卖你了 我说个数 五万 不 五百 成交 小伙子 这二十多个您都买走吧 好 那我就全买了 买完古董 我来到了百宝斋 老板 你看 这个玻璃杯怎么样 哦 这个杯子你想卖给我吗 不就是个普通的玻璃杯吗 不不不 这是一个水晶杯 战过时期的 我刚挖出来的 上次你给我送来一个啤酒瓶 这次又搞来一个玻璃杯 那岂不是全套都起了 是啊 老板 你说这个玻璃杯值多少钱 我看看 应该值个五十万 五十万 老板 你说少了吧 上次那个瓶子都卖了一百万 这个杯子总得比瓶子贵吧 我说个数 两百万 行 成交 对了 老板 我这里还有几个商朝的青铜杯 你出个价 这么多杯子 物以稀为贵 你这二十几个就不稀有了 我出五万一个 行 成交 小伙子 以后要是再有好东西 就尽管往我这来 肯定不会亏你的价格 行 那就多谢老板了 哥 又挖到啥了 不清楚 感觉挖到木头了 我再往四周挖挖看 看能不能挖通 以我的经验 挖到木头就是不正常 要么是官 要么是财 不管是升官还是发财 我都要把它当宝贝小心翼朵 那到底是什么 鬼知道 挖出来不就行了 我还就不信了 我继续往下挖着 慢慢的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竟然是一大堆木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艘船的甲板 啥情况 你竟然挖到了一艘木船 陆地上挖出来船 你可太秀了兄弟 这辈子我强都不服 就服你 以前看人在沙漠里挖到船 我还不信 现在我不得不信 这船一看就是古船啊 说不定上面有宝物呢 想想都觉得挺刺激啊 兄弟们 你们等一下 我将这个船全部挖出来 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我启动挖机又继续开挖 不一会儿 整个船的身体就被我掏了出来 这船看着不像是花夏风格的船啊 倒是有点像以前那种洋门的船 是的 确实是洋船 那这是什么年代的船 你知道吗 以我的经验来说 应该是清朝的船 清朝 清朝不是不让外国商船进来贸易吗 没错 但是你不让别人来别人就不来了吗 它可以闯进来啊 你说的有道理 如果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一艘商船 船舱里极有可能保存当年的贸易商品 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年 被水泡乱的没有 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们爬上了船 进到了船舱里 寻找了很久 想找一下船舱里面是否还一流有宝贝 这么大一艘船竟然没有多少宝物 有点失望 是啊 这么大的船竟然没有宝贝 有点说不过去啊 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战船啊 应该不是战船 要是战船那就亏大发了 战船上可没什么好拿的东西 我们接着找找吧 万一在其他地方找到宝物了呢 我们继续往前找着 对了还有 昨天你不在 有人打你电话 说什么合作要给你有手机 我直接挂了 啊 你怎么给我挂了 我说怎么没人联系我呢 我以为是骗人的 您好 您粉丝在我们左下角领的手机 昨天想联系您准备发货呢 您没接通 不好意思是我按错了 现在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您按照我发给您的发货名单 合得一下 一共是300台华为麦特60普若 和200台苹果15普若马克思 没问题 发货吧 我也想领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左下角这次是长期活动 链接在就还能领 为了感谢粉丝支持 我们再拿出1000台iPad普若 一起放在左下角了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快去下载吧 升升级把苹果华为一起领到手 来到另一个船舱 我突然发现前方 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的 泥土堆里有一个 秀气斑斑的东西镶嵌在上 出于好奇 我走了过去 蛇手 类型 十二生肖兽手 材质 红铜 年代 清末 看完介绍 我直接认麻了 这玩意可是众周知的东西啊 不敢乱来 你怎么了 愣住了 是发现什么了吗 赶紧把这个挖出来 我看着应该是十二生肖的蛇手 蛇手 这这 难道真的是蛇手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怀疑这里面可能不止一个 现在就差四个生肖流失在海外 下落不明 如果今天真的都在这里 那真的是震撼华夏的大世界啊 好激动 竟然挖到了蛇手 我还以为有生之年 看不到十二生肖兽手团聚了 老天开眼啊 我该这艘船沉默 想带着我们华夏的国宝跑路 想得美 大家赶快找找看 说不定其余的几个 就在这个船的其他地方藏着 我们继续寻找着 找了半天 船上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们只好下船 继续将船拉出来 谁知摄影师眼前一亮 哥 快看 有个口头 麻吉线停一停 我们动手自己挖吧 别伤到了这个宝贝 众人都吓到了坑里面 小心翼翼地轻引起了你 时间也过得比较快 大家各挖各的 快看 我好像挖到了什么上秀的东西 好像是一只公鸡 你们快看 我这边挖出来一个养手 漂亮 大伙们 今天这挖出来四个兽手 十二生肖算是七活了 不行了 我心脏有点难受 实在是太高兴了 多少年了 终于回归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们不曾离开 今天有幸见证这一刻 真是太幸运了 大发真的要感谢你 谢我干啥 我只是巧合挖出来了 不过我有个疑问 这些兽手好像就是水龙头吧 一个水龙头竟然直上翼 真的无法想象 清朝时期应该店还没流行吧 他们是怎么做到喷水的 确实不是用店 设计师巧妙地利用水塔里的流动活水 通过齿轮机械提水装置 把水送到水塔里 然后再利用高处水的压力差实现喷水的 很快 我挖到稀奇古怪的消息 也传到了南乡技校会议中心 今天把大家喊来 主要是有几个重大的决议要和大家商量 最近网上有个叫大发的人 他开挖掘机挖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同样也发了财 是的 大家都看过他开挖机 很有天赋 说他挖的好吧 却经常挖坏挖机 说他挖的不好吧 又经常挖到宝物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要学开挖掘机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下个季度的报名学员早就超出了学校能容纳的名额 学校考虑准备进行扩张 容纳更多的学生 我决定做出以下几个决定 供大伙参考 第一 我决定出资一百万 邀请大发为我们学校代言 第二 在西海市建立最新的南乡技校 总部迁移到那边 这边以后算分校 第三 开拓更多的业务 据我了解 最近这段时间 全国的挖掘机已经供不应求 而我们的学生都是开挖掘机的 再加上目前的市场环境 我觉得有完全可以去卖挖掘机 我的话已经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会议桌上董事会成员此时一个个大脑发懵 还未回过神 十秒钟过后 立马就有人站起来 往桌子上一腿 我反对 那个大发又不是明星 也不是有什么背景的人 凭什么给他百万的广告费 你是不是想私吞 我也反对 拓建学校我支持 但我支持把学校建到西海市 至于总部歉移 我坚决反对 校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们也都理解 拓展业务也好 还是卖挖掘机我都支持 可是你前面的狼脸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下面几个董事会成员 纷纷点颇负义 校长看着这些人反对的模样 当场就站起来 今天喊你们来不是跟你们商量 是通知 懂吧 回到挖掘机现场 周管长风尘仆仆地赶到这 这这这 什么情况 那来的一艘大船 这么了 里面发生了什么私情 官长 他们把岛十二生效了 十二生效 这的是什么 就是丢失的十二手手案 什么 十二手手 挖到了 那的个怪怪 刚来就给你们看这么大的警戏 周管长 您不是回去了吗 怎么 你们喜害死难道不欢迎了吗 饿舍搭发 饿折才揍一天 你就弄出这么多东西 你也太多饿了 我也不想的呀 不 你千万别不想 饿希望你宰姐宰 利宰瓦一垫出来 还挖啥 这个工地你们全过来了 我还怎么挖 就交给你们挖算了 我得换个工地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工地又停工了 我也回到家里 赶紧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喂 是挖机玻璃没了 让我叫人去修 还是工地挖停工了 你要换工地 老板 是要换个工地 什么 你还真把工地又搞停工了 我这一天天的叫你干活 钱没挣到 还倒贴挖机油费 倒贴挖机维修费 老板 那到底还有活干部 不过没关系 我这几天运气不错 心情好 你那点损失不算啥 这样吧 你再去帮人挖个糖 哥 你这时又挖到了啥 我一看挖到了什么东西 就将其完完整整的兜了 并且赶紧下车查看 祖蒙场面同住被弃 年代 稀罕 价值 六千万 哥 这又是什么物件 活人祭祀用的 在场所有人听到这句话时 故事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活人祭祀 这也只是在书上听说过 就连电视剧也不敢拍 大伙先帮忙把这个抬上去 有点重 抬上来之后 只见这个储备器的低端 有三只兽长族 两侧有老虎形状的耳朵 上面的盖子就是祭祀的场景 什么玩意 这上面一百多个人 站在这个盖子上祭祀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小兄弟 这个玩意卖铁多少钱一斤 这玩意你也敢卖 不怕半夜有东西找你啊 再说了 卖这东西可是要采缝纫机的 啥玩意 说得这么吓人干嘛 这是个青铜器 而且还是汉代的 只不过这个造型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我看叔叔 汉代没有这种活人祭祀的习俗啊 当时不是地下条列 禁止活人祭祀了吗 那只是原则上 实际操作可不一定 那这个东西里面是啥 我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我小心翼翼地将盖子慢慢打开 众人都在期待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当盖子打开的那一刻 里面竟然是各种各样的贝壳 贝壳 我还以为有珠宝呢 为什么会放贝壳在里面 贝壳不是应该不值钱的吗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古巅国没有 古巅国 没听过 没错 这东西确实来自古巅国 古巅国一开始的位置是内陆地区 离大海很远 所以很少能见到贝壳这一类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贝壳的价值和经营是一样的 那这么贵重的东西该如何处置 不能放在我们这工地吧 到时候别弄丢了 我打个电话叫人拿走就是了 到时候直接放在自己的博物馆里面 将东西安置好后 我又继续挖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又挖出来一个东西 哥 里面好像有东西 我赶紧下车查看 杰 类型 容器 材料 青铜 年代 周潮 你们猜这个东西是啥玩意 这不就是个古代喝酒的杯子吗 它还真不是喝酒用的 啊 不是嘛 电视剧上不就是用这个来喝酒的吗 你不会连电视都没看过吧 虽然它长得像个杯子 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用它喝酒 但它还真不是喝酒的 我信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以前也以为绝是喝酒的 不过根据我多年来的探索与发现 确定它就不是用来喝酒的 首先它这个造型 就不是喝酒用的 别卖官子了 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你们看 它的地下有三个高高的座 然后上面这个点的地方 也就是电视里喝酒的地方下面有个瘤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 这个瘤是突出的 喝酒的时候容易刚到嘴巴 好像是容易磕到自己的下巴 应该还会磕到自己的上巴 所以说 绝其实是古代的温酒器加粉酒器 每一次祭祀的时候 在绝下面点火加热 就会香气扑鼻 难道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 当然了 你们看绝上面这两根桌子 正常情况它有两个作用 我刚才说绝是加热用的 一旦加热过后 整个绝就会很烫 可以用夹子夹住这个柱子 把它取下来 不停不停 你就是说破天 它也是喝酒的 上次看电视上 说这两个小柱子 是为了避免喝酒喝得太猛而设计的 行吧 你要和我杠的话 那就是你赢了 我还得继续干活 我把绝的作用介绍完之后 便坐上架式时继续杠 没过半个小时 一生清脆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瞬间打起精神 好奇地看向地面 我还是继续挖 看看是什么玩意 然而挖了一会 却发现这个石头还蛮大 根本弄不动 挖掘机的排气骨无粘直吗 石头也纹丝不动 好大的石头啊 这玩意怎么弄的 还也抬不动啊 随着你腿一点一点黑青 一个码头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是你码 这不是你码 这是石码 石头做的码 我就说一开始怎么看着眼熟 玩独自恶 老周 你家鱼塘要换个地方了 嗨嗨 谁告诉你们要换鱼塘了 你放心 不用换 我说的 兄弟 你别说了 我懂 不要走流程了 直接看结果吧 我继续慢慢吗 众人纷纷好奇地看了个字 只见一坑立坦 这一笔石头做的骏马 马的下半身四条腿 清晰可见 这是什么 我直接下车过去看看情况 马踏匈奴石雕 年代 汉代 价值 国宝级 这个石头怎么感觉怪怪的 感觉是马骑这个人 你没看错 这个是一匹马踏这个人 就叫马踏匈奴 今年获取病的 马踏匈奴 获取病 你看马下面那个人 就是雕刻的匈奴造型 而这个马则代表着获取病 绝对可以算得上一件 国宝级文物了 没事 叫人拉回我们自己的博物馆 你放心 这个鱼塘还能用 我又接着往下吧 谁知 拉斗将一个小东西 铲飞到了饰演师里上 我只得赶紧查看 有没有受伤 流金同残 年代 稀罕 价值 国宝级 什么玩意 把脸上这么痛 这是残 还是毛毛虫 感觉这也太小了吧 搞不好只是人家丢的小玩意 这是残宝宝 而且还是同心精疲的残宝宝 第一次看到残的工艺品 还真是稀奇 别看他小 这绝对也是国宝级文物 不是吧 这也是国宝 怎么感觉国宝乱大街了 到处都是 可是这个 说它是国宝 感觉不怎么像啊 拿在手上甚至感觉 用力点都能给掰弯 别看他小 他的威力可远超你们的想象 他所代表着华夏的丝绸文化 直接导致了 罗马帝国的财政崩溃 听完你这么一说 我再看这个残宝宝 确实感觉它变得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你看到了它的价值 赶紧把这个竖起来 放到博物馆 我还要继续往下挖 我又接着往下挖 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 摄影师疑惑地说了句 哥 我看你好像有挖到个小石头 看着有点不一样 但我也不确定 他说有东西 那十有八九是真的有 赶紧停下了铲道 赶紧下车查查 虎服 战国晚期 秦国兵服 材质 青铜 价值 懂得都懂 哥 这玩意我可认识 确实 这就是调兵的那种虎服 这个东西在古代 到底是怎么用的 我看着好像只有一半 勤灭六国的指令 都是由他发出的 虎服 是华夏历史最早的验证码 创造了一个 我们至今还在常用的词语 符合 那他到底是怎么用的 君王拿右半边 将领拿左半边 只要能够集齐左右 两块拼在一起 符合一致 验证码一通过 就可以发兵了 你手上这块是谁的 我手上这件虎服 是当时拿在 秦国度地的将领手中 所以叫杜虎服 只可惜没有右半边 这个小玩意值钱吗 这么小应该不太值钱 十万卖给 你想多了 目前手上这个杜虎服 如果没猜错 应该是秦国最早的虎服 说他是国宝 过分吗 不过分 王哥 你咋来了 几天不见 你就搞出这么大阵仗 以后你出行 怕是要警车随行了 不然迟早要出事 这 我总不能不出门吧 我去 哥 你都火到这种程度了 对 你哥火 全城人都开心 唯独我们警局最头疼 看样子咱们警局 今天必须得扩着了 经常开挖机的都知道 只要挖机太大 挖斗底下全是 哥 杀玩意气味这么大 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不行 我得打开看看 里面是什么东西 说完摄影师就跑上去 将毯子的盖子给打开 谁知毯子的气味 过于浓烈 直接一个白眼 倒在了地上 杀玩意 真的这么香吗 直接给人香翻了都 这也太夸张了吧 小李也好奇的不行 直接过去想看看 什么情况 谁知 一个白眼也翻了过去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啥玩意 这个东西真的这么香吗 一个个闻一下就倒了 还流着口水 包工头直接过去 想将他们两个扶起来 谁知也被里面 发出来的气味给弄弄了 我一看大事不妙 赶紧下车看的究竟 泡菜精 起源于三千年前 泡菜的原始秘方 价值无量 泡菜精 我的妈呀 这玩意价值无量 肯定能卖个好价 我赶紧过去掐了他们的上把 将他们一个个都急救了过来 你们这是酸菜分子中毒啊 这个坛子里面是酸菜精 酸菜的祖宗 酸性和菌落数量都是很高的 怪不得我感觉自己 在做梦的时候 看别人吃东西 我口水止不住 原来真的在流口水 我拿出了里面的一颗酸菜 闻了闻 感觉味道果然十分正宗 吃一口简直让人欲罢不能的感 吃两口就会飘飘欲鲜 吃三口上吐下馅 而在手机的另一头 有两个棒子正看着我的直播 十分感兴趣 斯密达大人 你看那小子手上拿的是什么 我们当时找了好酒 那可是酸菜的祖宗 哦 那又怎样 难道你很喜欢吃酸菜 不不不 斯密达大人 您可知道我们宇宙国的特产 可是泡菜啊 是啊 我们国家的泡菜可是世界第一 华国的泡菜制作方法 都是从我们这里偷偷的学过去的 所以斯密达大人 我们将这个坛子的酸菜精弄到手 那我们就可以明正言顺的 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是泡菜之王 你说的有道理 我有个好办法 以后我们可以用泡菜精申请专利 这样就可以向吃酸菜的国家收取专利费 斯密达大人说的对 我们这就过去将他们手中的酸菜精弄到手 两个棒子来到了我开挖机的工地 小伙子 你们这个坛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闻一下吗 这两个棒子表面上是小的 其实是要趁机抢走 那可不行 这玩意闻了容易翻白眼 流口水 打哆嗦 哦 小伙子 这么说来这玩意是违禁品了 小心我叫叔叔过来抓你们 什么违禁品 这玩意就是一个酸菜精 用来做酸菜的 只要滴一滴就能给酸菜发酵了 而且还是三千年前的风漏 你手里的坛子其实是我的 什么玩意 这坛子是我从土里面挖出来的 怎么就变成了你们的东西了 你说为什么 因为是我祖宗埋在这里的 我祖宗发明了酸菜 所以这酸菜精就是我们的 啊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宇宙国的人 世上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们发明的 而你们就是剽窃了我们的技术而已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们知道酸菜精是什么味道吗 不知道你们的祖宗有没有告诉过你 当然知道了 酸菜精当然是酸味了 这还用说吗 那你们过来闻一下不就知道了 说完 斯密达和他的手下就来到了坛子旁边闻了闻 谁知玫瑰一鸣 一个个都翻了白眼 口水直流 我担心会闹出人名 赶紧掐上把将两人给掐醒了过来 哇唧小伙 我可告诉你 这下面还有好几坛酸菜精 这可是我祖宗告诉我的 要是没有那该怎么说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说明我在撒谎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说的是实话 就得把酸菜精还给我 行 那就说好了 我启动挖机往上了 就挖出一大堆的酸菜和一双铜酒的鸣 怎么样 你不是说下面还有好几坛吗 我怎么挖出来的是酸菜 啊 这怎么可能 应该是我记错了 对啊 酸菜精必然是我们宇宙国党 我们可是有泡菜非物质文化认证的 难道你还敢质疑权威吗 赶快将泡菜精还给我们 不然我就将你偷我们泡菜精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开 听到眼前的两位人口出狂言而且还带有威胁的口吻 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下去了 来到了摄影师旁边 老刘 你去拿几张桌子过来 我打算卖给他们和他们讲讲价 喝喝茶 这两位兄弟 你们别生气 我也不想把实情闹大不适 毕竟东西是我们挖出来的嘛 不可能白白送给你们 你们得花钱买 小伙子 算你识相 你打算什么价格出售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点心 咱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坐下 商量起了酸菜精出售的事业 既然酸菜精这么重要 为了体现出它的高价值 我想你们也不会见买吧 那当然 看在你挖斗的份上 我们打算高价买下这台酸菜精 不是 这位老哥 为啥看在咱们挖斗的份上要出高价买 不看在挖斗的份上你要抢不成 你们看挖斗上这个人 他就是我的学生啊 他来我们宇宙国学习过两年半了 说起来还是一个留学生 哦 原来如此 那感情是你看在这位故人的份上 要高价买我们的酸菜精哦 对了 不然你这酸菜精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拿走 因为这宝贝就是我们宇宙国的 我们拿回自己的东西难道还要买不成 你说的有道理 来 吃菜 嗯 这是啥 这么香 感觉是故乡的味道 我口水都快止不住了 不瞒您说 这块酸菜就是酸菜浸泡出来的 您尝尝看 说完 斯密达大人和一坤爸弟弟就将酸菜吃了就去 一坤爸弟弟 这么样 这酸菜是不是味道好极了 对对对 这酸菜吃一口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 既然这么好吃 那你们就多吃点 先吃他的痛快 于是他们两个又加一块吃了进去 斯密达大人 这酸菜精泡出来的青菜果然是美味 咱们宇宙国的青菜可不便宜啊 一坤爸弟弟 真是的飘飘欲鲜啊 我要再来一口 紧接着 他们又吃下了一块 斯密达大人 我怎么感觉这一块后劲有点大呢 我也感觉有种急气的感觉 不会是要斗起话罢了吧 不好 我憋不住了 果然 酸菜精由于其浓度过高的特性在不久后发挥了出来 眼前的两个棒子直接上土下戏 地飞冲天 龙飞凤 鼓动青春 春暖花开 开档就拉 拉脱在地 动弹不得 快快快 给我故乡执气 我要嘎了 你们就这实力 还说是泡菜之国 连这点抵抗力都没有吗 为了安全起见 我给他们闻了故乡执气 并且赶紧叫来了救护车 什么玩意 啥东西都是你们发明的 整个宇宙都是从你们家起源的吧 你们等着 我会回来报仇的 还没等他们搞定 工作人员就把他们拉走了 我也来到了一个著名的泡面公司 找到了公司的董事长 老板 这坛东西你认识吗 我闻闻 这可是酸菜叶 是的 这是酸菜精 酸菜祖宗 价值不菲 你愿意收吗 酸菜精这玩意在我家的族谱里面 倒是提到过 不过早已经布置了去向 难道就是眼前的这坛 对 眼前这坛就是酸菜精 说完 老板就将坛子拿了过去 仔细端下 这果然是酸菜精了 上面还可有我太爷爷的名字呢 是我家祖传的酸菜精没错了 小伙子 这玩意就是我家的祖传家宝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不用客气 你就给个五十万一次一下就行了 好了 这就给你转过去了 拿到钱 我就又回去继续干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